各位委員早晨 各位委員早晨 我們夠時間又夠人 我們就開始了 歡迎大家出席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議程第一項就是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上次會議之後 秘書署發出了兩份資料文件 第一份是證據當局 2020年11月至2022年10月 主要石油、產品進口及零售價格提供的圖表 請大家留意 第二就是我本人在2022年10月2日 加強保護貧危動植物總致政府當局的文件 大家亦請留意 大家對這兩份文件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進入議程第二項就是環境評估條例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程序檢討 請政府當局代表進入會議室 我看到局長大隊 如果想發言的話 請按鈕 這裡有兩份文件 一份是政府當局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提供的文件 另一份是立法會秘書署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而以最新背景資料尷尬 而以最新背景資料尷尬 以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以下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今次檢討目的是進一步改善環評機制 以優化程序提升運作效率 更加聚焦環境成效 以及平衡環境保護和發展的需要 我們在今年的3月28日 我們一些初步想法 已經諮詢了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之後我們在3月至6月的期間 亦進行了廣泛的諮詢工作 我們經詳細考慮得到的意見之後 我們建議四項主要的改善措施 第一就是要建立一個中央環境數據庫 第二就是更新條例裡面的指定工程項目的清單 第三就是更新技術評估的要求 第四就是善用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途徑 預期我們在實施了這些改善措施之後 可以令整個環評的程序所需要的時間 可以縮減大約一半 即是說一般的項目我們相信18個月可以完成 較大型或者複雜的項目 就需要24個月完成 但是我們又不會減少現時現行法定的公眾查閱期 以及不會影響環境影響報告的質素 如果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的時候 我們會亦安排檢報會 向各持份者和相關的專業團體介紹 中央數據庫以及講解 我們願意相關的修訂 為了協助討論 我們亦預備了一個投影片 我們會請環境保護處副副署長 徐浩光博士向大家來講一講 徐博士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們這裡其實有個投影片 剛才局長也提到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要縮短時間 但是在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不會減低公眾諮詢的期 以及也不會影響環境評估報告的質素 我們其實在文件裡 都已經羅列了詳細的改變 關於指定工程項目那裡 我們其實是有些增加 比如是增加一些輕儲存的設施 有減少就是減少一些污水泵房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過去幾十年 已經有足夠的資料 以及我們知道要怎樣去做 是做到標準化 日後也無需要特別為這些工程項目做橫評 另外有一些緊急應用的 比如是消防、醫院、警方 或者國家安全的 比如他們那些直升機評是需要做的 我們都建議是要豁免他們的 其中也有些是我們寫得比較清晰一些 和加載指引的 比如在附表2的Q1項那裡 我們有些在郊野公園 或者其他敏感的地區裡面 要做一些必要 或者是要做小型工程的話 我們都盡量寫下來 清晰化了它 例如是甚麼呢 比如在郊野公園裡面的廁所 又或者是我們裡面也寫了 有些鄉村供應計劃裡面的廁要工程 我們也都寫清楚 包括比如是水電 或者是一些公共照明 供水之類 也都寫了下去 就是有一些救生設備 或者是安全保安的設施 另外我們在附表3那裡 也都有提議 由20公頃就會增加到50公頃 作為我們的工程項目的清單 這個在文件裡面已經寫得很清楚的原因 我們就暫時不說了 第二就是我們希望 直接可以申請環境許可證的途徑 主要的內容就是包括一些 其實也是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 累積了的經驗 我們就會採取一個 直接的申請的途徑 就可以將整個環境的程序 由七個半月減到兩個半月 另外就是優化評估的建議 我們裡面其實奈列了很多很多 在文件裡面也講得很多 我在這裡抽幾個出來講的 例如空氣質素評估 我們將來就會由環保署 做完以後的未來 例如是2025、2030、2035、2040 這些空氣質素評估結果 然後就放在網上 日後那些顧問公司要做的時候 就會做一些簡單的環評 就會將它加進去 這樣就會將空氣質素的模擬 縮減了 差不多由八個月可以減到十幾天 可以做完 但是模擬的結果 亦都是比較準確的 可以日後做到 在生態評估方面 我們提倡 首先我們會增加生態評估的時間 以前最少是四個月 現在我們會增加到六個月 另外我們也會在清單裡面寫得很清楚 第三個就是 會做什麼生態評估 需要多長時間 還有時間方面 譬如是否每一個月做一次 或者每兩個月做一次 會寫得清楚 第三個就是 會跟城市規劃條例相配合 接著下一張 我們會預計 如果當我們做了這些優化建議之後 我們的時間可以大為縮短 這兩個圖表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就是把之前的基線調查 提早做 以及將空氣質素的評估 是減少的時間 足足可以減少了17個月 但是法定諮詢和審批程序 是沒有改變過 仍然是7.5個月的 下一張 另外一個就是 譬如在離島污水收集系統 以前的基線調查情況 做了很長的時間 三十多個月 但是我們在優化之後 就可以減少了 以及可以提早去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我們清晰化了 那個調查的時候 他們就不需要補助 或者做寬一點 做大一點的時候 也不需要補助 預計可以縮減了24個月的時間 我們時間表方面 我們今天就上來環境事務委員會 我們現在還有部分的工作 仍然在修整 在整理我們的技術評估的備忘錄 我們預計在第一季 就會去諮詢環境 諮詢委員會 然後在第二季 就會回來立法會 做個先定立後審議的程序 我們在這裡 差不多介紹完畢 我們現在就會有一個模擬的示範 是關於我們的中央環境數據庫 我交給我們的同事張先生 希望在大約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可以介紹所有我們現在的環境中央數據庫 大家好 早安 謝謝徐博士 大家現在在我們的螢幕板上 你看到我們的中央數據庫的主頁 其實不需要擔心 是有中文的 這個數據庫下面我們有幾個移標板 或者我想讓大家看看 一個中華白海豚的移標板 大家可以看到 我等下Clara關掉相關的指標 你會看到其實在香港的水域 我們其實就是將漁護署這麼多年來 他們在做這個中華白海豚的結果 我們是放了上去的 這個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我們做一些在香港西部水域的大人建設項目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知道到中華白海豚 甚至乎江豚的出沒 這些資料我們其實是放了上去我們的網頁 回到我們的主頁 會看到我們在我們左邊 我們也是將過往的二十四年來 環評報告 甚至乎相關的資料放上去 第一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圖上 我們其實就把我們那二百四十幾 二百五十幾隻的環境去可證 我們就放了上去 只要你一按 它就會將你帶到我們環保署的版面 以往你在我們環保署那裡 用人肉搜尋器 自己逐個找 現在就不需要了 現在就一目了然 就放上去 在另外一個 在那個環境敏感的地方 我們也一樣 我們就把所有這些相關的地圖 放在我們的中央數據庫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當大家可能做一些項目的時候 它跌了進這些地方 例如去郊野公園 或者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方 其實你是要做一個環評的 以往這些資料 你要問儒護署 地政署 規劃署 來拿 現在不用了 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這樣變成 就可以幫助到一個項目倡議員 一按就知道 它的項目工程會不會 受到環評條例的監管 另一個較為有興趣的 我亦都想給大家看看 就是那個生態 剛剛儒主席 按了出來的這個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把香港 即是不同的新景 的habitat map 即是新景地圖 我們把上來 為什麼呢 如果你的項目 有些是種了某些的新景 例如它在那些林地 或者是紅樹林裡 你其實是要做一個生態評估的 那這裡就很方便 我們可以很快找到 另外這一張 就更加厲害的 我們就是和漁護署 加上我們環保署 過往那些的環評報告 我們會看到每一個格子 我們把那些物種 都放上去 包括有動物和植物 只要你卡一個格子 你就會看到 那個地方裡面 是會有什麼動物在那裡 變成是一目了然的 以往來說 你是要自己去 逐個去再看 除了我們的資料之外 其實我們這個中央數據庫 都有一個聰明的 即是我們有一個 smart的功能 是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我們在這個來講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初步的環評 如果那個項目窗議人 有些地圖的話 他只要放回地圖 放回上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自己做的 譬如我現在要鑽一條公路 由這個屯門過去北大嶼山 那我就首先 譬如我先畫一條走線圖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緩衝區 通常做噪音或者空氣 都是五百米的 我們先畫上去 好了 如果我又想第二條的走線圖 於是我們可以畫第二條的走線圖 加回緩衝區上去 又是五百米這樣 我們加上去之後 我們其實按下一個按鈕 它就可以做出一個比較 待會你轉頭 你會看到 就可以在五至十秒內 我們將我們的中央數據庫的資料 全部拆出來 你看到這個結果 左手邊的走線圖 會比右手邊那個 會好的 從環保角度來講 因為它影響的人數 或者物種來講 相對是比較少的 而它也有不同的報告 可以讓顧問公司下載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分鐘之內 做一個初步的環評 這是一個非常快的突破 剛才徐博士也有提到的噪音 這個我們放了在 我們的張數據庫 一個應用 怎麼做呢 如果我們項目的項目 要建立 哪裏有固定的噪音源 以及哪裏有道路交通的噪音 當我們可以顯示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我們進入相關的數據 例如交通的流量 這個APP就可以幫助我們 很快地作出一個噪音的評估 好處就是大家用一個標準化的形式去做 第二就是說 它根據這個去輸入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複檢 它輸入的數據的情況是怎樣的 從而來講 很快地我們做出一個噪音評估 也可以幫助到項目倡議員 看到它的設計在環評方面 有沒有什麼噪音的影響 就是這樣 這裏就是我們以上的簡介 就是在我們中央數據庫的 日後我們其實是不斷地發展 擴充著 當再有進一步的資料 和多一些新的application 我們都會逐步放上去 謝謝 好 現在就給委員提問 我們現在有八位 就是何專賢議員 陳少龍議員 劉國昏議員 陳月明議員 林小露議員 郭偉強議員 張欣宇議員 以及我本人的 每人四分鐘連問連答 何專賢議員 多謝主席 首先我們多次說 我們餘農界對於環評報告 是很多意見的 其實本身也不是對於環評本身有意見 是對於特區政府如何看待這份環評 然後對待餘農界 令到各界的人士 可以得到公平的發展的機會 好像我上次都見到政府 都跟我們開了個會 其中我們都提了一個意見 就是例如有些環評報告裡面 是指明了某些水域 是漁民出沒的地方 其實是很多的 高度見到漁船的 但是你仍然選擇那個地方 去進行某些海市工程 這一部分是覺得 特區政府 他將我們漁業的 叫做重要程度擺得很低 其實你通過環評 還是不做環評 對我們來說沒有影響 反正有部分的人就會覺得 我反而拿那份環評頂住你 所以我想聽一下特區政府 你怎樣去面對未來海市工程 甚至是陸上的工程 對於漁業和農業的影響 你會怎樣去處理中間的矛盾 第二就是環評報告 它這樣不一定是對的 大家記得 你會把海岸公園畫出來 然後裡面畫了一個叫海岸公園 寫著說給白海豚和保護它的測息地 但是剛剛你真的弄了一幅白海豚圖出來 近幾年的白海豚已經移到西南面 和南面那裡 其實白海豚的那個海岸公園 是沒有海豚那樣的 沒有說沒有 有的 少了 其實你既然在一個時間過程 已經不對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看過去的環評結果 你會不會調整環保的內容呢 這個是特區政府要回應的 最後呢 就是我都要特別提到 其實你這個環評報告裡面 有部分呢 就說要大一點的區域 你才做環評的嘛 由20公頂去到50公頂 你才會去做 實質上呢 我們覺得有些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或者那些發展項目的公司 我怕它會斬檢 就本身都斬檢了的了 就好像我們有些工程呢 就是對一個養魚區 它的距離呢 就6.9公里 6.9公里 但是實質上受影響呢 在根底的環評報告呢 是5公里而已 但是其實圍著6.9公里至10公里呢 可能執表有10個不同的工程 我們的類似影響呢 特區政府又不理的 那所以呢 每一次呢 都會有個輕拳 或者是一小巴打到我們民民的身上 你怎樣去看海洋 或者按上一些累積的影響 會不會特區政府做過總體的 一些環評報告 你自己政府做 全香港整體大區域性的環評報告 做回一些工作出來 令到大家可以順氣減少矛盾呢 多謝主席 道長 是 或者我請我們的同事 去一些具體的問題 來做一個補充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剛才的中央數據庫 你看到就是 它本身不單止是一些硬的資料 它可以讓我們很全面地看到 實際上那些保育的地方 或者那些敏感的地方的分佈 所以就是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就是 可以令我們在一個規劃的時候 應該知道怎樣去規劃 怎樣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一件事 就是說那些人會斬件 可以避到我們 你看到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我們根本就一早就看到出來的 如果它可以在一個規劃裡面 避掉所有這些問題 不會製造問題的時候 因為正正就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又不會太過擔心 那些人說要規避我們的環評 如果避得到的時候 真的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做法 你看到就是 所有的事情 在很早期 我們已經可以處理 這個我們覺得是一個更加好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是20公頃到50公頃的話 就是將那些人 從20公頃到50公頃 才要做一個大規模的環評 不會真的影響我們那個 對於環境的保護 只是對於真正大型的 我們才去做一個這樣的程序 只要你問到 我們怎樣處理矛盾 還有我們那些白海團的數據 我們怎樣去更新 我們那些以後將來的評估 我請同學製作補充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關於我們怎樣處理矛盾 其實在環評報告中 我們都會看完餘業 以及生警的調查結果 當然在調查的時候 我們亦都需要平衡各方的需要 例如工程項目或者其他那些 所以在環評報告做完的時候 亦都需要提議一些緩解的措施 其中也是 譬如在海洋那裏 我們需要放些人工魚礁 讓魚在人工魚礁 或者在一些核心的地區 讓魚可以由小魚養到大魚 那些大魚才可以游出來 讓魚民去捕獲 這也是我們正在想的工作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看到白海豚的改變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的圖畫 當然我們會看到 那些中華白海豚 會有改變的情況 但其實第一 當然是因為那裏有工程在進行中 而進行中的時候 那些白海豚也可能會避開 但在工程完成之後 其實他們是會回頭的 或者將來我們可以再看 日後我們的監察結果 可以看到 另外就是關於範圍那裏 我們不可以將它分拆來做 即是將這些環評 如果它特意去分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要求 那個工程項目的倡議員 將它合起來再做環評 所以其實這一方面的工作 其實是我們由環保署把關的 多謝主席 好 接著是陳少鴻議員 多謝主席 對於政府運用大數據資料 資訊科技去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 包括更新條例入面 指定工程項目清單 更新技術評估的要求 將一些項目的環境評估工作標準化 以及建立一個中央環境數據庫等的做法 我是表示支持的 主席我想問三個問題 第一 大家關注的是優化程序縮短時間 提升效率的同時 要確保環境影響評估的質素 在當局介紹的PPT裡看到 利用中央環境數據庫等的資料 縮減了機線調查、電腦模擬、分析和評估的時間 而法定諮詢和審批程序的時間 仍然是維持不變 這是好的做法、好的安排 釋除了外界以為公眾諮詢時間會減少的疑慮 我見到幾個例子 在電腦模擬分析和評估的時間 大幅減少了17至24個月 我想了解當局如何量化這些縮減的時間 如何確保環評的質素 不會因為評估分析時間縮減 而影響環評報告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當局更新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附表2在列的指定工程項目清單中 加入了對氫氣儲存設施的規管 即是如果沒有取得環境可可症 就不能夠興建氫氣的儲存、輸送和轉運設施 我想問一下局長 當局在氫氣的製造設施 怎樣看呢 其實因為氫氣製造可能對環境構成影響 但今次的更新中 就未包括氫氣的製造設施 第三就是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3中 政府將工程項目的範圍面積 由20公頃以上增加到50公頃以上的發展 或者重建工程項目 才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我想請問當局如何來定50公頃這個數字 過往有多少項目是在你們的經驗裏面 50公頃以下、20公頃以上的呢 多謝主席 謝謝部長 現在我請同事會在這個具體的細節補充 尤其是如何計算出來的速短時間 在這裡我想說一說 氫氣本身是一個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必定是需要相當大的一個儲存 或者是在一個運送大量氫氣的過程中 那些是我們最關注的 製造的時候 你知道製造氫氣本身主要來說 我們都是所謂電解的話 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步驟 如果它沒有一個很大的儲存的話 製造本身就不會有一個大的環境影響 如果它有的話 有這麼大的規模一定是有一定的儲存 所以我們的儲存和運送才是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要考慮的地方 至於其他具體的如何計算出來 以及20至50公頃 我聽剛才的講解一下 好,蔡博先生謝謝 謝謝主席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圖表的時間方面的改變 我們剛才用了的就是 例如空氣質素影響評估的部分 剛才我們也講解過 因為我們是由環保署做空氣質素的評估 會在未來幾十年 例如2025、2030、2035和2040的時間 用我們的超級電腦先做模擬 對於整個香港的空氣質素 當你做完之後 例如有一個排放的 例如有一個焚花爐 當焚花爐噴出來的氣質 是如何影響環境 我們就會將焚花爐噴出來的 做一個簡單的模擬 我們就叫做它的分散飄出來的模擬 將模擬再加進去 我們原本做了2030、2035的 整體香港的數據庫 加進去之後就可以做到出來的結果 在過程之中 所以我們第一可以看到 所有在基線的數據的時候 全部的數字都會由我們環保署去做 那個質素是可以保證的 我們也不用擔心有個顧問 可能中間做錯計錯數 第二就是我們也可以減省時間 讓它做一個簡單的模型 那麼出來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在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縮減這麼短的時間 另外其實我們在未來 我們也會再深入一點的就是 如果當我們在香港 譬如有很多大型的鐵路 或者運輸網絡來做的話 整個香港的交通的流量 可能會有一個改變 如果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現在也會和交通 負責交通的部門 就會和他們討論 究竟那個流量會是怎樣走法 當我們會做整個模擬 日後我們可以全體整體 來看香港的改變 也會看到未來 我們是用新能源的汽車 譬如是用電的汽車 又或者是用輕能的汽車 對於整個香港的空氣的改變 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保證了 我們日環評的質素 是不會受到改變的 至於那個由20到50個公頃 我交給我的同事曾先生去解釋 我們做了兩張補充的資料 在後面可以一起去解釋一下 曾在理處長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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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的提問 其實剛才議員提到的 20轉50公頃的項目 其實就是在我們符表3 裡面的一個關於一些重建 或者市區發展的項目 其實它的目的 主要都是看重建或者發展區裡面 一些大型基建的商戶影響 或者透過環評 可以對用地或者一些緩解措施 做出一些建議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建議修改之前 我們是看了過往二十幾年 所做過的25個 25個屬於附表3的一些環評的報告 那就發現了 其實如果我們是在50公頃 其實在50公頃以下的一些發展項目 其實主要都是一些純粹的一些房屋的發展 以及一些相關的配套設施 那就比較少是涉及其他的大型基建 譬如說鐵路、道路、田河等等 而透過這個環評裡面 它所提出的一些建議 就是比較少是關於整體發展的 譬如說一些佈局、一些用地佈局 或者是一些其他大規模的一些環保的建議 相對於一些比較大的發展項目 譬如說50公頃或以上那些 其實我們看過 總共的25個裡面有14個是這一類的 裡面我們看到除了一些房屋發展之外 也都有其他用地的發展 譬如說一些文化設施 或者一些商業、工業的設施 在上高來說 透過環評就可以做到一些用地上高的建議 或者是有空間 因為它的地方比較大 有空間是做一些用地的調配 以及可以建議一些比較大型的環保設施 譬如說一些區域的一些冷凍系統 或者一些生態的區域 甚至乎一些在區內用的一些綠色的運輸系統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有一個建議 因為我們發現 在50公頃以下的環評出來的成效 可能是不夠在比較大規模發展的環評上高 來得比較多和比較有效的建議 所以我們提議將那個下限 由20公頃增加到50公頃 令到那個環評報告 能夠更加聚焦在一些環保成效上高 多謝主席 好 接著是劉國昏議員 多謝主席 今次真的要讚一讚環境及生態局 和環保署的同事 因為在今年的3月拿上去會上介紹之後 我們給了很多意見 那你們都吸納了 是這麼快有功課交到出來 那是值得讚賞的 特別在今次的檢討裡面 在這個行政方面 是用一個中央環境數據庫 是透過行政去縮減時間 而不是在法定諮詢和審批的程序去減 是真的做得到一個平衡 以及是見得到局方和處方的努力 那實際上在今次整個檢討裡面 這個中央環境數據庫 是整個檢討的重點 那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你們即將要推出 那預計也是明年的 可能4月就會拿上來 先訂立後審議 那我想問個中央數據庫 其實是不是已經 所有的內容都齊全的了 已經是無論是空氣質素 水 生態裡面都已經齊全了 那第二方面就是 有關的數據 其實更新的速度 大約是多久更新一次呢 那如果可能有些工程 有些申請 它不認同你中央數據庫裡面的資料 例如有些物種 它覺得 你那裡說有 但其實實際上可能已經沒有了 那對環境是會有影響 那如果它不認同中央數據庫的時候 它在它自己的申請上面 是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是否可以向你們提出 要求更改那個中央數據庫呢 那另外最後就是 那這次 你都非常好 拿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T4 一個是一個離島的集水系統 那分別省了17個月和24個月 那如果將這個環評的條例檢討了之後 能夠縮減了時間 放在明天大嶼的填海工程 和可能北部都會區的大量發展裡面 你們有沒有也都是計算過 大約可以縮減到多少時間呢 好 局長 是 很多謝議員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中央數據庫 大家看到其實我們都是 現在來說可能叫做8899的 那麼我們是打算在這個月內 我們就已經可以正式來投入使用 就是在這個今年內 就是一、兩個禮拜左右 我們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那你也都問到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 就是說他們覺得我們那些數據 可能不夠新 或者可能一些不夠準確的話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所以如果是的話 他就需要做一個評估 環境評估 來找一些新的數據 要不是說我們覺得不同意 就改的 他真的有一個調查 發覺有一天這個數據是來到更新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他做了那些數據 你看看更改 就是這樣 主要更改那個這樣的頻率是怎樣 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個活的一個數據庫 我們不斷在環評會做的 所以那些環評的數據 就不斷會更新我們這個數據裡面的資料 以及有一些的 譬如我們說剛才的空氣污染那個政府 我們自己做的那個 我們每年我們會更新一次的 因為到時也會有很多可能不同的資料 一些交通的情況會有所改變 所以它本身會有足夠的準確 讓我們可以做那個環評的用途 至於你提到環評的大禹 或者其他那些 證明我們的目標就是 就算是複雜的項目 我們都希望整個環評程序 可以二十四個月完成 所以那個會是我們的目標 好 我也想你繼續一下 不過我最後再問一句 就是你那個數據裡面 其實主要是政府 他自己做一些環評或者調查的數據 還是都會納入一些私人 可能每一個申請的時候 有些新的數據 都會納入到數據庫裡面 我們會納入其他的數據 因為會有很多譬如大學 或者是外面一些機構 他們會做過一些研究 如果那些的資料 是經過我們說 是一個國際性有些的審核 是可信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將那些資料 加入我們的數據庫裡面 不是單單只是政府自己的資料 好 謝謝 接著是陳月明議員 謝謝主席 很高興政府主動優化環境評估條例 改善環評的機制 有助加快發展的部分 文件提到四項主要改善的措施 由於未來發展多數在北部都會區 也會原深港邊界 共建深港口岸的經濟大 我有三個問題是關注的 第一個 例如文件第17A段說到空氣質素影響的評估 東北堆填區現在正在確見 以及未來如果是發展聯航口岸附近 根深圳的民居只有幾百米資格 局方經常提到會通過生產力促進局的檢測 東北堆填區的空氣質素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臭味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也都是非常擾民 我想問臭味會不會立日空氣質素評估的考慮範圍之內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發展口岸附近的土地 幾百米資格就是深圳 如果有需要做環評的話 範圍也影響到深圳的話 會怎樣跟深圳方面溝通和合作 第三個問題就是文件第17I段 講到加強建築廢物管理 要求在運載建築廢物的月土車安裝實時的追蹤儀器 我請局方察覺 堆填區附近非法傾倒的問題是非常之嚴重的 我也都是不清楚技術的問題 如果是那些月土車是不入堆填區 但是在堆填區附近的小山頭 非法傾倒 這個GPS可能會顯示 而那個倒離車就在堆填區裏面或者是附近 局方有沒有其他技術的支持 怎樣確保這些泥頭車 真是入了堆填區的 謝謝 局長 謝謝 是 臭味是我們環評裏其中一個項目 所以如果我們工程的項目 是有可能會發出臭味的時候 是會在這方面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也就是我們有客觀的標準 在這方面 所以是會在我們的環境裏面 包括臭味的 我們都想說 就是跨境那方面 如果我們是有一些項目 我們是見到環境的影響 有可能會影響我們鄰近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深圳也好 我們跟廣東省也好 我們也是有一個跨境聯絡平台 我們會透過那個平台 來徵詢他們的意見 提供資料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所以雖然在法例上 我們的環評條例 只是適用於我們自己的香港本地 但是會影響其他人的地方 我們會透過那個聯絡平台 來做一個的諮詢和溝通 主於非法傾島的問題 我們有什麼技術去處理 或者我請徐伯士來補充 徐伯士,謝謝 謝謝主席 其實在非法傾島 我們有兩件事會做 首先說說我們在環評條例 那裡加進去的就是 所有的車都會加進去他們的GPS 即是要實時監察 在實時監察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中央的系統去看著它 當那些汽車行經的時候 理論上如果收了廢物之後 就要直接去到那堆田區 但是如果中間去到那邊 去扔他們的廢物的話 就會進去某些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在我們的中央數據庫 畫一些特別的定位 如果進去後就會響鐘 我們就會知道的 另外就是 他進去其他的時間 比較長了的話 我們也會留意到的 我們也知道了這樣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輛車 和找到那個司機 看看是不是有些特別的情況 或者違規的情況會出現了 這個就要在整個中央數據庫 走走的時候 這個情況實施之後就可以做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 我們已經沿用了很久的 就是在一些隱蔽的地方 我們會安裝一些CCTV去看著它們 當它們一扔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CCTV看到 我們就會去檢控它 這些都是我們日後會做的事情 多謝主席 是 好 接著是林小路議員 謝謝主席 橫平條例 我想整個目的不是用來妨礙發展 是協助這個發展 是能夠有更好的環境保護儀式和手段 這次見到這個整體的檢討 我是相當讚賞 有兩點的在所謂技術和行政層面的問題 我想弄清楚 壓縮和精簡整個程序 這個很清晰 但這個是一個法定的程序為主 當然中間有些行政手段 以往的經驗也有時候 就是批就批了下來 但是隨後還有可能很多附帶的條件 相當複雜的 需要很長的時間 甚至我見過一些條件 其實在現實之中難以執行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在你思考的過程裏 如何防止 如何理順 令到不會把其實處理的時間延後了 這是一點 第二點就是中央數據庫 我是極度讚賞的 但有幾點我希望能夠濃清 以及得到你們的一些訊息 第一就是這個中央數據庫 因為這個中央就是指華警局 但這個中央怎樣連動其他政府的處局的中央 令到在規劃發展的過程裏面 真是能夠消除了部門之間的壁壘 這是一點 第二就是因為有一個中央數據庫的時候 其實中央數據庫的深化過程 因為我今天看到的其實有個基礎是好的 但有些可能還要進一步深化 第二就是你更新那個頻密度 究竟接下來會怎樣 因為如果你有了基礎 一直都不更新的話 其實都會受到挑戰的 我想要這兩點聽聽方柱和意見 好的 局長 麻煩你 是 很多謝林議員這個問題 你提到可能有一些許可證裏面的條款 就是之後那個工程倡議員 可能發覺很難做其他那些事情 以往我們看到這些問題如果是出現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因為那個工程項目倡議員 其實他對於那個環境問題 未必是那麼容易掌握的 他都是靠他們的顧問公司 所以變成提出來的時候 有這樣的需要就會做他們的同意 但真的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問題可能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我們今次這個 整個中央數據庫 你看到我們將這些東西 第一就是擺到一個我們是圖像 大家可以看得到很清晰地 就是可以理解得到 第二就是他也有各種方法 給他們去比對不同的選擇的時候 哪些都會更加困難 哪些在環境離開更加容易 於是會幫到那個項目倡議員 去更加去理解這些問題 不需要很深入的專業知識 很複雜的過程 亦都是跟你們第二個問題 直接有關係的 就是說 所以有了這個中央數據庫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會想著 在一些顧問公司當中 來推廣的 我們亦都會將它推廣到 其他相關的工程部門 設計的部門 讓他們可以在個項目很早期 真是很初步構思的時候 他們已經可以掌握到 如果他們要做 要處理些甚麼問題 我相信這個收穫 我們自己都會歡迎 會減少後續他們的麻煩 以及令後續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我們覺得就是 你問到我們將來如何更新、深化 剛才我們也說過 現在我們在一些比較歷史性的資料 但是向前走的時候 每一個新的一個環境評估之後 因為我們到時的數據 會是跟這個平台來抵交的 它不需要抵交兩次 所以將來他們的評估資料 會幫助我們去不斷更新這個數據庫 而一些跟我們政府自己負責的 我們都會每年我們會更新的 按著新的資料 剛才我亦都說過 如果外面有一些大學或者科研機構 他們有一些真的經過審核認可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加上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活的一個數據庫 自動亦都會在工作裏不斷更新自己 好 接著郭偉強議員 多謝主席 和其他同事關心的都累近的 首先第一就是 正如習主席所說 在發展的過程裏面 其實萬進也事退 所以觸緊每一個機會 和精簡一些複雜的程序是有必要的 今次在這個環評檢討裏面 我想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那個中央環境數據庫 而這個中央環境數據庫要發揮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它必須要建立它的威信 即是它是準確和全面 所以很多同事都關心 究竟多久會更新一次呢 令到大家對於這個中央環境數據庫的威信 能夠建立起來 當然局長剛才幾個同事問都未答到 不過不要緊的 我就覺得譬如在某些工程 因為其實特別是公務工程 它醞釀的時間都比較長 那其實是否當它在醞釀前期 就已經可以開始做一些更新 那即是當然 你說要全面每一個格子都要做完 其實是吃力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活動的時候 先做這些是否可行呢 那這是第一 另外第二 就是其實在整份文件裏面 很奇怪 看不到有任何經費的 即是說中央環境數據庫 那麼重要的時候 其實它用多少資源去維護 或者是 維護這個系統呢 其實我們都想知道 那當然另一方面就是看看 它究竟預期節省到多少錢 因為過去很多 環評工作 其實花得最多時間 就是在電腦模擬那裡 那現在省了這段時間 其實估計可以省到多少 一些顧問費或者經費等等 這個都希望有個對比 那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關乎 看回環境局的數字 其實過去違反環境評估條例的個案 其實是有波不多 但是每一單都是罰很少錢 譬如去年都是總數罰了27,000 平均都是由3,000到6,000 平均數是3,000多 其實那個罰款這麼低 其實是反映著 即是能否反映到他們 違反這條條例的嚴重性呢 想問部門回答 究竟能否反映到呢 以及接下來有沒有需要 去提高這個罰則呢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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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說我們的中央數據庫 大家都對我們的中央數據庫 大家都對我們的中央數據庫 其實我們每年會更新一次 最少 包括我們所說的空氣質素、水質、水紋 或者是生態等 另外就是每當我們做完一個環評 即是當有新的環評做完的時候 環評裡面都會有一個生態調查的結果 我們日後會要求所有生態調查的結果 都會用一個以我們的中央數據庫的 數據的形式然後就交給我們 讓我們在這個審核完之後 就可以即時將這些數據 就會更新進入我們的數據庫 還有就是如果輿護署 他們做完那些調查 他們在網頁做了之後 其實那些數據 差不多每一個月 我們都會做一些對比 他們更新了他們的網頁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網頁的數據 亦都會更新了 那麼等同於其他部門 我們都會跟他們緊密聯繫 如果當他們有些數據 或者他們有些地圖改變的話 我們其實都會在一兩個月之內 都應該可以更新到 那至於 需要不需要投放資源 是的 我現在說的是投放資源 其實我們的數據庫 我們的同事是很努力的 很多其實現在都是自己做 以及找外面的公司去做 我們現在大約是內部經費 我們都用了大約三百萬左右 去做這個數據庫 未來的日子裡面 我們相信 以現時來說 我們大約預計是二百萬左右 是一年這樣做 至於對外面的工程公司來說 我們看到就是 我們現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是一個 慢慢逐步去更新和加入 所以現時來講 開始做的公司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時間去適應 當他們適應了之後 他們就會看到 是很多東西都可以在我們拿出來 是會節省到經費 那麼我在這裡 因為不同的工程的大小也會不同 那麼我在這裡就很難說 估計到他們是大約省到多少錢 那麼至於我們的罰則方面 其實我們環評其實已經是很高的了 現在是會罰 第一次罰 最高的罰款已經去到二百萬 和監禁六個月 而第二次罰定罪的話 都要去到五百萬和監禁兩年 那麼當然我們的罰則 在法庭那裡也會考慮 當時那個事件的嚴重性 還有他們是否故意去做 還是一些不知道來的犯罪呢 那麼這些當然也要看看 法庭的最後審理的時候的結果 多謝主席 然後是張欣宇議員 謝謝主席 那麼剛才不少同事都對這個數據庫 有很正面的評價 那麼我覺得這個也是 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麼這裡都不特別重複了 那麼 我有幾個具體的問題想在這裡問一問 就頭兩個都是關於 技術評估要求方面的 那麼第一個就是關於 這個探牌坊的那些資料 那麼局方就認為 那麼其實現在就不建議 將有關的課題 擺進去的研究範圍之內 那麼當然你有你的理據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就算我們暫時 未必可以在每一個項目 定一個標準 你要怎樣去減少探牌坊 因為這個未必是 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性在這裡 但是至少我們可不可以走出一步呢 就要求這些這樣的項目在環評當中 他最少評估了 他這個項目的探牌坊是怎樣 做回一個我們所謂的declamation 因為我們相信 英文有說 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 那麼如果一些數據 可以在環評的這個過程中 可以公開或者是 起碼做一個評估 那麼都方便我們 就是整個社會 就是社會也好 政府也好去朝著這個探中和的目標 是走前做一步 那麼這是第一方面 那麼第二方面呢 其實是關於光污染的方面 那麼現在我們光污染 在那個技術評估當中是有的 不過呢 就主要是看起來比較 就是那個可能一些 Sensitive Receiver 就是一些敏感的接收地點的 這個看法 但是其實呢 如果尤其在尼錦北部都會區的東部 我們想做一個生態公園的時候 那麼那個 除了一些當地的一些接收者 其實對於整個星空的影響 因為其實那裡都是有一個很漂亮的一些星空 可以看到銀河看到流星 也是一個天文觀測的一個 很有潛力去發展的一個地方 那麼據我了解呢 其實就在那個地區 在深圳那邊 其實他們已經是推出了一些政策 是主導去保護那個星空的那種 那麼夜的那個環境 那麼還有去推動一些天文觀 觀測的一些活動 那麼我想這個 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會不會都是在環境評估方面 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區域 可能設立一些保護區 或者是做一些額外 是針對這一方面的評估 那麼最後呢 其實 就是有些環保團體 都有寫信給我們環境事務委員會 包括例如長春社 那麼他都有些不同的意見 我相信你也會去回應的 但是當中呢 我看到有一條 也想特別問一下 就是關於EP的時效性 那麼明白 其實現在的EP是長期有效的 那麼你要長期是看著它那些 符合的那些條件 但是它提出一點 我覺得都挺有價值的 就是其實拿了一個EP之後 那麼如果遲遲不開工 那麼有機會呢 其實那個很多的環境 或者一些變化就出現了 那麼會不會考慮都設立一個 開工的期限 就是你做完這個環評 就是拿到這個EP之後 去過證之後 其實都要在一定的時限之內開工 如果不是 可能要做一些補充的一些評估 那麼這就是我的問題 多謝主席 好啊 局長 麻煩 是 這三個問題 我請我同事 徐國曉去解答 好啊 徐國曉 麻煩 是 多謝主席 首先呢 在那個探牌方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環評在香港的制度來說 是一個法定的標準 就是如果我們把一個 把一個碳排放的東西 放進去我們的環評那裡 其實我們是由於我們現在 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可以定到出來 是怎樣的時候 才會做得到批准 一個環評的報告呢 對我們日後去推行環評的時候 就會遇到困難 但是其實我們在政府裏面 其實有兩個大型的項目 包括北部都會區和中水填海 其實在那裡 我們都已經在項目的時候 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那裡 已經加了那個碳排放 和那個碳中和的要求 但是那個做的時候 他們就不是一個環評條例 下面的一個要求來的 因為如果那個放進去的時候 就涉及到那個審核的標準 究竟怎樣 我們現在的確是沒有辦法去做到 而全世界也都沒有一個 這樣的法定標準可以做得到 至於就乾污染那個問題 其實乾污染在那個環評那裡 其實都有包羅在裡面的 主要就是在做生態的時候 就看看那些光對生態附近的影響 第二就是在那個景觀那裡 就是會不會有強光而令到附近的景觀受到影響 那個其實在環評裡面已經加了 但是有時候的困難和剛才的碳排放都是一樣的 在那個過程之中 是沒有一個比較國際認可的一個標準 去看看那個審核的情況是怎樣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來說 在做那個光污染的時候 是會從那個怎樣去減少那個光污染的角度去看的 譬如就是我們的光的光源不能夠太高 就是說我們通常如果我們足夠 我們大概有多少 第二就是譬如在那些光的燈那裡 我們建議會有一個遮光罩 將那些光射到地面那裡 這個也可以減少了星空上面的影響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北部都會區和國內 就是有些環保的地點是會有一個融合的需要 所以在那裡其實是在北部都會區的整體布局 或者其他那些是會在大方面的研究那裡去做 但是從那個環評的角度來說 我們剛才也解釋過 我們是很難做到一個或一標準可以全香港使用 至於那個時效性 就是剛才那個環境許可證的時效證 其實我們在這個環評條例裡面都說了 就是我們可以給了那個許可證之後 那個項目倡議員是可以去做這個工程的 那麼我們其實在這個環評許可證那裡 也都寫了下去 就是說當他去開工的時候 如果他對附近的生態或者其他會有影響的話 在他開工之前都需要補助一些生態調查 或者其他那些事情去看回他對那個環境的影響有多少 所以其實剛才議員所提議的那個要求 其實已經是包在現在的環評的那個 那個許可證裡面的那些要求裡面的 那麼當然日後我們也都會看看 在哪些地方那裡可以加強我們這個監管 或者是增強我們那個 特別是由中央數據庫那裡有些什麼可以幫到手 那麼這個我們日後都會繼續去做檢討 還有去跟進改善 多謝主席 好 接著是謝偉傳議員 是 多謝主席 我首先就是讚賞和支持環境生態局 通過在改善那個環評機制和優化程序 令到那個環評的時間去縮減一半 就是現在說的一半是18個月 就算複雜的那些都可能24個月都是這個目標 這個相當好的 那麼建立這個中央環境數據庫呢 令到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些數據 包括就是倡議員 或者是顧問公司 或者公眾人士 那麼這裡就是免費的 有一件事情就是 那麼這個我也是支持的 就是有沒有 就是我想第一問 就是那個同時使用的時候 你們剛才就很好看得出來 但是可以應付多少人 同時使用那裡 是不是都有研究過足夠呢 另外主席的文件第五段 講過那些資料 因為有些涉及一些敏感的資料 或者私人等等那些資料 就可能只是供給某一類人才可以用 那麼這方面 或者解釋一下 就是哪些人可以拿到的資料 那麼如果那些資料 因為有時候都是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涉及一些保安 就是那個問題 那麼怎麼去確保那些資料 不會就是真的可以保密呢 這個或者可以一會兒解釋一下 那麼另外就是我都想了解 剛才可能有議員同事都提過了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環境 許可證的就是有一個要求的 那麼你們會之後一路跟進 就是看他是不是在這方面 就是監察他們和審核他們 那麼有關這些方面 那個報告也都就是 這些資料也都可以放在中央數據 會方便人來看那個實質執行怎麼樣 那麼一般來說 你們這裏會一路跟進到 就是說在那個環境 許可證政裏面要做的事情 無論那個時間 有時候有些時間 那裏是否就是你們會一路一路做的呢 那麼這個方面呢 是現在都在做的 所以剛才也都提過那個費用 就是人手方面 其實是沒有增加到任何人手那方面的資源 那就可以就是說 您能夠全力的方向 那不行 那我覺得要尋找不動 那就是我們這個財產的頂癒 詳細的身上 我寶可證就有一個好處 好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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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我们的中央数据库的同时使用 其实我们现时来选择的那间顾问公司 帮我们做这个中央数据库的 其实告诉我们大约二百多个同时使用 但是当然我们也要小心谨慎 因为有时候可能公众想千上万个一起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的就是我们会在中央数据库 我们就会定了一个最高的人数同时使用 我们也会在上面写着 现在可能有多少人正在用 你们要用 我们初步希望大约是一百个 或者如果迟些是一百五十个人左右 同时使用 但是他们同时使用 刚才你也说了 就是在资料方面 一般资料他们是可以看的 譬如那里附近有什么生物品种 他们是可以知道的 譬如刚才那些每一格里面有什么 其实就是一格是一公里 乘一公里的闊度 他们可以看得到那种物种 但是它的正式位置 譬如是那棵牙香树 或者那只金钱龟在哪里 我们这些就不会放到那些资料那里 我们就会自己用 当如果真的有个顾问公司 是要用到这些资料 我们要审慎地去看 我们才会自己给他们 我们也不想着 现在我们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我们想着 都是不要把这个直接开放给他们 暂时来说 我们自己去看了之后 把这些资料 他真的要用的时候 我们才会这样给他们 至于保安的资料 其实我们那些 我想我们就不会先放上去 因为那些是比较敏感的 其实我们现在也未必有 这么多的资料 第二件事就是 说监察 就是在许可证那里 其实我们现在 都是很谨慎地去做的 我们都会把这些资料 全部放到我们的中央数据库那里 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另外就是 当一直做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会 继续把这些资料更新 还有日后 我们都希望 会做多一个 因为我们其实 中央数据库 慢慢慢慢就会增强它的能力 其实我们一直扩展 未来里面 当然我们现在还未做到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做很多其他 我们稍后也会更加 我们现在会将我们 譬如我们说要做了很多的 环境的舒缓措施 它们的成效 那些东西 我们在未来里面 我们都会再加强 在那方面加入到我们的中央数据库那里 但是这些东西我想我们需要少少时间去做 那我们大致是这么多 好 接着是简维文議員 多谢主席 主席 我欢迎和赞赏局方 今次用PPT的方式 来展示这一项 有关优化环境评估条例的程序 检讨的目标其实是很清晰的 为什么我们要检讨这个环评呢 就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房屋供应 推展相关的项目 优化和标准化环评的程序 我希望局方不忘这个初心 就是千万不要做一下 就变成形式重于实质 我们是为了要加快房屋供应和推展相关的项目 能够压缩到一半呢 这个是很可喜的 这个我想表达第一个意见主席 用什么方法去做呢 局方的展示是比较清楚的 讲了四个手段 一个就是更新的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清楚了 就是说至于什么工程是纳入的 哪些是豁免细化了去呢 就起码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在那里争拗 那样东西 需不需要做还评 或者是不是豁免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个清单解读上面 首先因为为了想清晰 将来如果要解读的话 希望局方都可以辅助我们的申请人 去准确理解这个清单 这个也是第二个意见 接着问题 我就有三条问题的主席 第一就是局方第二个手段 就是提到可以善用直接申请环境许可证这个途径 这里想去讲多一点点 即是怎样可以直接去拿到环境许可证 这里是否简化了EIA环评的程序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更新技术备忘录的评估上面 那个技术备忘录 就是technical memorandum 如果根据那个法例 现在EIA的条例 是499章 其实就提到是局长的权限 局长在这个技术备忘录 只要看宪之后 就在看宪后 随后的一次立法会 在直上提交 立法会去省南 不知道今次在一部分 就是我们去修订 刚才我说的第一项 那个指定项目清单 就是一个附属法例 先订立后审议 然后又附加在技术备忘录 那里细化了一个好事 是我们同时做 还是技术备忘录 就纯粹是由局长看宪 这个就想看看局方 和律政司相议 有没有一个走这个程序 这个给我们讲了多一点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就是关于中央环境数据库 我也是非常欢迎 因为我们也是大力去倡导 要有个数据 但是整个中央数据库 这么大的工程 我都鼓励局方去做好 就是由数据治理开始来看 因为将来我们这些数据 开放了之后 其实去管控 包括数据的所有人 使用 处理 储存 接着去更新 数据的安全 整合等等 其实各个环节 都要涉及权责的问题 以及法律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里面 局方很担当 牵头做了这件事的时候 有很多跨部门的工作 我麻烦局方 都去讲多一点点 就是现时 他是 怎样来到去 得到 譬如有其他的 司局的协助 来去做好这个工作 我刚才有同事问了资源 包括资金的问题 除了资金之外 后面要做好 因为文件第九段 说到12月中 其实就会逐步开放给畅议人 顾问公司 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开放给顾问公司 其实顾问公司应该要用 他如果不用 便会浪费了我们这么多 去投入 但是顾问公司用了的话 其实对公众的工程 政府的工程 或者私人的工程 其实应该也有相对的减省了费用 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数据库 来去使用 那么这里的折省 是否给我们都看到那个效果呢 谢谢 是 局长 谢谢 是 待会我请同事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 我叫直接申请许可证的 提议是如何的做法 以及和其他部门 一起如何利用中央环境数据库 那些 议员问到就是说 那个技术备忘录 根据法例就是 即是局长是在刊献的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交给立法会 大家可以多些去理解和讨论呢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根据环平条例 第十六 的条第六项 第五六七八项 其实就是那个技术备忘录 除了是我们刊献之外 是需要 是交付给立法会的 而且下面 他在第六七八项 那里 设定的要求 其实和一个附属法例 需要考虑的过程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他虽然不是附属法例 但是在行民条例 定了过程 需要交给立法会 和附属法例需要做的程序 可以说是相同 所以到时大家议员 是会有足够时间去看得到 和发表意见的 其他人我请同事讲解 是哪位 徐博先生 多谢主席 我首先讲讲 直接申请 其实这个直接申请 现在是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譬如如果他已经做了一个环平 做了一个环平之后 其实已经有个结果 但是又有那个工程可能就转了 这样 用回那个环平来做的话 是完全一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可以直接申请 那这个在环平条例那里也讲了 我举个例子 就是最近有一个 就是加法建屋的简约公屋 就是在后海湾的保护区里面做的 其实那个位置正正就是以前做了一个环平 是可以用来建一个私人的楼宇的 但是中间是转了 就是用过简约公屋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环平的报告里面的内容 都是合适 可以合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申请了 那我们环保署一向以来 是对于这些这样的直接申请的个案 其实我们都有给的 就是给顾问公司的意见 就是给顾问公司 让它可以这样做的 那日后我们刚才举了那些情况 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未来日子里面 我们将会每一样东西都会做一个 一个独立的指引给顾问公司 和其他人 譬如像污水再造那样 30年前 其实大家都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过了30年 其实现在 每个人都知道 其实要做到什么的环境 做到什么的地步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将会做一些指引 让他们可以直接去利用 到时 当他进入建议的时候 他可以跟随我们 差不多是有一个格子 给他们做足我们的事情 他就可以直接申请我们的环平程序 那么就变成了中间的时间 他就不需要特别再做一个环平的报告 然后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会缩短呢 就是由七个半月到两个月 另外就是关于数据的更新 我交给我的同事 是 多谢议员提名 很快就说一下 其实我们做一个中间数据库 虽然说很庞大 还有很多不同的数据 其实做一个数据库 最需要去投放资源就是数据本身 那么我们很幸运 过过二十多年的环平经验 有很多资料在手 也都是得到部门间的一些沟通 和资料可以让我们 去透过数据库发放 所以在数据搜集上 是相对地容易一些的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说 在那个结架构上去整合 就是说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程式 可以上高线用这个数据的资料 那么这方面呢 我们主要选择了 你刚才说 我们一直在更新的 那么我们希望今年里面 首先发放这个数据库出来 去试用 因为都要给一些顾问公司 和一些倡议人 去用一用这个数据库 看看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 在法科之余 也都是会举办一些这样的讲座 和一些顾问公司 和一些倡议人 去和他们谈一谈 和他们谈一谈 或者谈一谈 去怎么用这个数据库 也都是趁这个机会 搜集他们的意见 去完善我们的数据库的一些资料 和一些这样的功能 谢谢主席 好 接着最后就到我了 我当然非常欢迎 有中央环境数据库 也认为缩减整个程序 不是缩减程序 应该说 压缩时间 但是保持质素 是非常重要的 对整个环平的工作 看到政府 这次可以在议会 我们做一个展示给大家看 是让大家真的看到 如何运用大数据 GIS 在整个CED 就是中央环境数据库 是如何实质认出来的 我觉得是对议员 了解整个项目 是很有帮助的 我在这里 也是非常赞赏 很肯定就是 我们之前在议会里面 我们各位议员提出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了中央数据库的话 其实肯定是可以 不需要再重复 每一个机构单位 重复去做 这些环平内的内容 可以折省时间 可以折省钱 可以让我们很多的项目 都真的可以提出提效 当然 坊间最关心的就是 提出 提出之后 是否可以保持质素 所以今天很多议员和同事 都问同样的问题 也看到政府也有很确实的答案 这是一个活的数据库 其实不只是靠政府不断地更新 也是在未来不同的环平 照我所知 你都会给他们一个规格 让他们的资料 经过你们核准之后 也可以倒入这个数据库里面 集合了政府和民间所有的力量 以及加上学校和院校的力量 让这个数据库越来越丰富 大家也可以取得更多有用的资料 这是非常好的一步 我收到的一些市民的反应 或者一些环团的反应 他们有几个问题 都想多了解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政府的未来是否会做 第一 就是在整个环境评估里面 如何将气候变化的影响摆下去 例如那些新的规划 或者建筑 是否可以应对很极端的气候 和天气的变化 这个希望你们接下来都会考虑一下 当然当时我们也有同事提到的 就是说 那个氧化炭排放的方面 未来你们会如何去考量 可能未必可以放在这个条例里面 但就算不放在这个条例里面 是否都可以有一个方法去评估到 不同的建筑物的carbon emission 其实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benchmark 是吧 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 然后第二就是生物多样性 刚才我们也有议员也有提到 其实我们也有关心的 就是那个生物多样性 是否可以在这个新的优化程序底下 和在这个中央税序库底下 是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我想刚才政府官员也解答到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挺好 当然未来我们会一直监察 大家也看着是否可以维持好 有一点就是关于水底的噪音 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这次似乎没有考虑到的 但也有很关心海洋生物的还团 也有提出会不会以后 都可以加上水底的噪音 我不知道你这次有没有 是吧 刚才张英议员提到那个 我们叫black sport 就是升空的问题 我觉得也值得探讨一下 因为有些地方 我知道其实也是预留了一些地方 要你做black sport 是不会保持它漆黑的环境 让大家可以观星 但是香港似乎我们未有这方面的考量 你们未来是否都会考量一下 是 局长 是 很多谢主席你的问题 关于气候变化那里 刚才大同事解释了 我们不能够纳入环平条例里面做 因为我们是一个法定的程序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批准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在一个法定程序里面做 刚才同事都说 现在香港一些大型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都有要求他在环平以外 在一个行政的要求 他都会做回气候变化方面的影响 或者怎样应对 或者碳排放方面的表现 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将来 我们怎样加大概括的涵盖范範围 慢慢地做多一点 虽然不是一个法定 但是行政上我们可能可以做多一点 第二个生物多样性 其实一个好的环平制度 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要求 国际上 所以我们今次看到的就是 我们如何在我们做环平方面 如何强化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 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事 是对于生物多样性 一定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至于你提到就是 水底下面的噪音 对于那些生物的影响的话 虽然在那个真的要评估方面 那些资料方面好像是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是有一些措施 如何去减少水底的噪音 来保护那些生物 只要可不可以在将来来说 我们在那个环平里面 我们都要求来做到这件事 我们可以跟公民公司商量一下 我想最主要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若缩定技术的话 我们很乐意纳入我们的评估里面 至于那个保护升空那里 我们都见到国际上 是有些地方是有做这些工夫的 我们将来我们可以将 在我们再检讨 我们那个湖外灯光的保护政策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些 纳入我们的考虑里面 好 那我们其实这个项目 我们超了时 不过我想大家都有很好的一些提问 根据政府当局的文件 这个… 不好意思 Carmen 因为我们已经超了时 不好意思 根据政府当局的文件 优化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程序的建议 并不涉及条例的主体法来修订 如果获得委员的支持 当局便会即时实施 这个就是情况 至于涉及修订条例 副表2和3的技术备忘录的建议 当局计划 在2023年第一季 按法定的程序 资讯环境资讯委员会 目标就是 在2023年的第二季 向立法会提交条例的 副表2和3的修例建议 以及经修订的技术备忘录 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 大家对当局的立法时间表 有没有意见 我想大家都是支持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议程2了 现在我们进入议程3 就是优化郊野公园的设施 大家可以按下要求发言的按钮 多谢局长 邀请政府当局的代表 出席这个会议 好 我见到副局长进来 好 局方也准备了这个投影片 向我们介绍的 是否由副局长先向我们介绍一下 好 好 主席 各位议员 多谢今次的机会 可以在环境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 向各位回报政府就优化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设施的进展 在过去数年 其实每年都大概有1,200万的游客到访郊野公园的 更增加的需求 愚户处在2017年已经委托了顾问研究 如何提升郊野公园和特别地区的康乐和教育潜力 进行有关研究 进行有关研究 而结果和建议优化方案的详程 在2020年4月的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上向议员回报 为了进一步推展有关的工作 政府在2021年、202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亦分别如留了5亿元 是优化郊野公园各种设施 以及5,500万元 就是改善热门和具旅游潜力的行山径 近年渔户处也落实了一系列的郊野公园设施的优化项目 例如改善行山径和观景台 翻身按平自然中心 优化郊野公园的相建共融路线 以及推出露营场地的预定系统的先度计划 有关的项目也广受郊野公园访客的欢迎 渔户处现在正在致力推展其他优化的项目 例如研究发展不潭冲成为访客的枢纽 分阶段改善厕所的设施等 以及亦为较大型的优化方案 包括升级露营地点 树顶力旗和开放式博物馆 开展可行性的研究 来供下一步制定具体的方案细节 同时渔户处也透过不同的渠道 进行郊野公园的推广、宣传和教育工作 以配合郊野公园设施优化的计划 在未来的时间我交给余护署的助理署长叶燕博士 为大家作出详细的介绍 叶博士 谢谢主席 现在我和委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近年市民对于郊野康乐活动的需求日漸增加 渔户处在2017年委托顾问 研究如何提升郊野公园的康乐和教育潜力 并且在2020年4月 向立法会的环境事务委员会作出简报 其后政府在2021和2021年的财政年度里 分别预留了5亿元 给渔户处开展优化郊野公园的设施工程 还有另外有5500万元给渔户处 联同旅游事务署去改善郊野公园的行山境 这个行山境的第一期改善计划在2018年起 推行的当中涵盖了10条 业门和具有郊游潜力的行山境在郊野公园里面 目的是推广绿色旅游 而工程的内容主要是包括 完善路径网络的覆盖 改善水土流失的情况 加设观景点和改善访客的资讯等等 设计原则都是要融入大自然 和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第一期的改善计划大致已经完成了 现在最后一条的行山境 就是流水响至渴斗的商塘境 的优化工程预计都会在今个月底完成 在这10条行山境里面 余汇处已经改善或者增设了 大概是20个观景点 当中例如位于西高山的观景点 都特别受欢迎 亦都成为很热门的旅游点 同时间我们也都开始了 在去年开始也都开展了 第二期的行山境的改善计划 而目标就是在2026年前 去完善另外10条行山境的旅游配套 而详细的地点大家可以查阅 讨论文件 另一方面 余汇处亦都是跟香港定向总会合作 设计和改善交易公园里面的野外定向的路线 令到市民可以在交易公园里面 有多些选择去参加野外定向这种活动 位于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和大墓山 有两条新设计的野外定向路线 已经分别都开放了 为了响应绿色生活和源头减肺的呼吁 余汇处近年已经在交易公园人流比较多的地点 安装了分别是33座新的加水站 去鼓励交流人士自己带水樽去加水 而加水站的位置的资料 我们都上载在网页里面 方便市民规划行程 这一项新的设施的程度很正面 而公众的使用率亦相当高 至于路线方面 交易公园目前有41个路线的地点 分别在不同的地区 因应市民对交易公园的路线活动 是日益的增加需求 在过去几年 我们已经扩建了部分的现有营地 提供更多的宿位 露营位和改善现有营地的设施 例如在一些露营的场地里 加设露营平台 而部分的露营地点 由于非常偏僻的关系 只能提供刊次 渔户处已经利用了太阳能 为部分的刊次去改善通风和照明 整体的情况会得到改善 另外我们也留意到部分露营地点 由于交通非常方便 很受露营人士的欢迎 例如位于大滥嘉宜公园的全錦营地 为了优化营地管理 我们在今年11月开始 在全錦营地首次推出了一个先道的计划 让露营人士可以透过电脑系统 在网上预定一个营位和设施 以及方便市民去预先筹划行程 这个系统其实是采用实名制的 运用方面我们也有不同的规矩 去防止滥用 而这个先道计划 现在推出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反应都是良好 我们会密切去监察这个运作的情况 以及收集市民的意见 去检视它的成效 并且按着实际的情况 去调整这个运作和安排 另外大嶼山的昂平一向来说 都是很热门的绿色旅游的景点 为了丰富访客的体验 与户处联同旅游事务署 在位于昂平市集里面的 昂平自然中心 是展开了翻新工程 而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 在去年的11月是重新开放了 这个翻新的中心 除了介绍大嶼山的自然文化 历史和附近的行山路线之外 亦都提供了公众的导赏服务 近年余虎处也和一些伙伴的团体合作 在交易公园里面 推出了四条相变的共用路线 首批推出的路线 在今年已经推出了 包括在城门、大潭、香港仔和大滑 主要都是一些围绕水塘的平门道路 风景优美 让相见人士 包括轮椅的小吴姐 都可以欣赏大自然 去舒展身心 在筹划过程中 余会处是改善了沿途的设施 例如部分地方加较了集台 移除台阶 加设斜的斜道等等 去便利轮椅的通过 另一方面 说一下厕所的设施改善 交易公园大部分地点 由于普遍缺乏水电供应 亦没有污水渠或正式通道等等的基建 所以在提供厕所的设施方面 当然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个情况和市区 甚至乎一些乡村的地方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限制其实都相当大 因应我们访客的需求 和实际的环境条件 现在我们提供有三种公尺 第一是沖水式的公共厕所 第二是巷厕 第三就是流动厕所 为了提升服务 愚会署不断地探讨 在一些很热门的交游地点 去设置一些沖水式的厕所 现在我们和建筑署 和其他的公务部门 都很紧密合作 在一些合适的地点 去申起或者是重置 总共是十个的沖水式厕所 这个工程是分阶段去进行的 而第一阶段有三个选址 现在已经是展开了 施工前的勘探的工作 正如刚才所说 在郊野公园的位置 有些很偏僻的地方 是由于没有基建的设施 设置巷次或者流动厕所 都有它实际的需要 在这些地方 愚会署会逐渐引入一些 比较好的 设备比较优良的 新式的流动厕所 当中有包括 太阳能的通风线 照明系统 冲水用水泵等等 去期望可以提升 整体的服务质素 而我们也会继续密切地留意 以郊野公园厕所的一些情况 適时去跟进 在2019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宣布政府就会研究 发展不谈充 成为绿色的旅游树 以及成为通往西贡交易公园 和世界地质公园的门门 愚会署已经在2020年的3月 委托了顾民进行规划的研究 并且就着将来旅游中心的大概布局 管理设计模式 营运模式 以及公共交通附近的配套等等 有建议的 现在渔会署和旅游事务署 正是继续去推展这个项目 目前就要进行 详细的交通影响评估 在做一个筹备的工作 另外 渔会署也在规划 其他交易公园的一些 康落的设施 其中包括在西贡东的交易公园 会设置一个 可以远调破边周的观景台 和周边的相关山境的设施 这个设施预计明年的第一季 会开始建造 同一时间 我们就着一些 比较大型的优化设施 例如升级的露营地点 树顶历期 和开放式的 战士维迹博物馆等等 现在已经进行可能性的研究 目的是 确定有关设施的选址 设计、运作模式、 收费水平、盈运要求等等 这些详细的情况 稍后研究团队 也会收集公众的资料 以及收集持份者 对这方面的意见 至于加强交易公园的教育功能 这方面 渔户署现在和香港教育大学都合作 推出了交易公园的课程本位的户外学习计划 中小学的老师可以利用一些教育资源套 在交易公园不同的地方 进行跨学科的户外学习 当中有12个教育资源套 有两个已经在去年年底推出了 最后 现时我们都通过不同的渠道 向交易人士宣传 外户交易公园 外户大自然的讯息 例如大家都耳熟能长的自己垃圾 自己带走的讯息 另外我们在去年开始 亦推出了以行山有道为主题 是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大家现在可能在地铁站都会看到相关的宣传 目的就是希望提升整体旅游人士的行山礼仪和文化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有十位议员想发言 郑永迅議員 陈振英議員 朱国强議員 陈兆雄議員 柳叶强議員 謝偉傳議員 姚柏良議員 林小郎議員 盧偉郭議員 和我本人 我首先延长会议15分钟 每人4分钟连密連搭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时间 所以大家在找时间 好吗 郑永迅議員 好 谢谢主席 首先我原则上支持休法交易公园设施 我这个一直在争取 其实一直在做 其实特别是政府担任 也推动绿色经济 绿色旅行 希望可以和旅游界一起合作 做多一些不同的项目 不过我自己 不过我自己觉得整体 过去的休法工程 都是一些简单的改善 未必能做到一个所谓的景点 例如之前你们说的 什么树顶历旗等等 都还是研究阶段 都希望可以再加快一点 令到有些signature project 不过那些人可能觉得 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这个第一 第二 其实我今天最想关心的 就是那个行山的意外 因为其实近期 整天都有意外 我看回数字 其实都挺厉害的 今年总共已经发生了 六百八十七宗的行山意外 已经是一月到九月 是有十八个人 因为这样的死亡 是五年的新高 非行服务队 其实在去年 总共是出了八百八十五次 每天都出两次 其实现在多人行山是好的 好事来的 大家都去欣赏 但是似乎那个意外 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 究竟这方面 政府在研究路线的时候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除了宣传之外 我看到 但是还有没有工作 可以做多一点 例如特别在一些 意外黑点里面 做多一点功夫 例如九亚岭 其实都很危险 其实真的不是 一般人是应该可以去的 这些地方 会不会可以做些什么 例如消防号 又可以做多一点 服务队 在这方面做功夫 我想听听 那个处理 那个行山意外 的交易公园方面 有什么功夫可以做多一点 谢谢主席 副局长 多谢主席 多谢主席 我或者讲一讲 然后请了与与务处的同事 可以补充 就着我们过去的几年 其实我们和文件交代了 我们在2017年 合作顾问研究 其实在2020年 我们汇报的建议方案 就是优化现在的设施 也设立一些 开放式的博物馆 樹頂歷期、升級露營地點和生態小屋 就著樹頂歷期的那個 其實我們就會進行可能性研究 然後就著那個建議 看看可以怎樣再發展 大家都知道在顧問研究那裡 其實都有就著 因為我們的保育是為主的 當然康樂、教育同時都是並行的 所以那些歷期活動 譬如有些樹間走廊、不坑樹、飛鎖 我們都要看看設合環境 不要影響保育和自然交野公園方面 而就著設施 就是因為過去那個疫情 就遊客、旅遊人士大量增加 所以那個數字上升 也都可以預期的 不過如護處其實都在交遊旺季 和適合的時間 就會加派人手去觀察那個情況 也都是有需要的時候 就作出一些應變措施 譬如勸喻那些遊人避免 就是出現人流過多的情況 也都有增設在那些行山徑的入口 增設一些資訊牌 就是介紹 譬如有些路線的一個難度的評級 有些遮蔽度的資訊 讓那些遠足人士可以作出準備 也都其實會羅列附近一些其他的行山路線 讓那些遊人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所以有些措施我們是採納了的 或者請如護處就著剛才議員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何余和諸同事 或者請葉博士補充 要快一點點 好 我簡單補充一下關於意外那方面 我們都留意到近年的意外增加 其實都是令人很不安的 我們都分析過一些意外的數字 都發現有幾個原因 可能會引致這些意外的 第一是一些行山意識 第二有些時候都是一些獨行的人士 就是自己出去了一些地方 引致失救的情況 我們在幾方面都做了一些功夫的 包括在資訊方面 我們都分析了一些地點 比較高危 也都是比較多意外發生的 在這些黑點 其實我們已經把這些黑點的位置 都在我們的網上上載了 還有也是在現場的地方 有需要我們都加了一些警告派 在意識方面希望可以提升一下 另一方面關於獨行者 我們看到獨行的人士 最後發生一些意外的情況 我們其實現在是有一個APP的 是行山人士其實可以在行山之前 啟動了之後就把位置上傳 加強了這一方面的安全一些 我們都會在未來的一年裏 其實會加強宣傳 希望多些人士有需要的話 他們可以啟用這個APP的 最後就是一個行山意識 我們留意到現在有些人捆邊 或者走一些很難走的路 在這一方面 在這個行山意識 我們覺得雖然都說了 但是都不斷有必要 去不斷地跟市民去宣傳 特別一些行山的新秀 謝謝 主席 我有一句 我覺得那個數字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希望再想多一些方法 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 好 接著是陳振英議員 謝謝主席 我見到漁護處做的顧問研究報告 是2017年委託顧問做的 去到2020年才出到報告 我們現在是基於這個報告 來做一些優法方案 但是其實疫情從那年開始 因為我們的行山遠足的人數是直線上升的 那個報告做到現在都五年時間了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貼近到最新一些市民的需要 所以我想問一下當局 就是說在疫情三年裡面 有沒有收集到一些新的設施改善建議 而你們是已經融入了這次的計劃裡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文件也提到的 就是遊客增加 那就加劇了山徑那個損位 那就出現這個直批退減 和水土流失 但是改善工程那裡 我看到的文件 和剛才的介紹都不是說得太多的 我想問政府當我可否報告一下 就是過去一段時間的收復工作 或者未來在這方面的工作計劃是怎樣 最後一件事 我看到計劃是說想發展不蠶充的旅遊樞樓 這個是絕對有條件的 因為裡面很多景點 但是有市民叫他特意要說 雖然不是你們局負責 但是現在往往去完這些景點 譬如去萬宜水庫的東壩 到旁晚時分回家的時候 只是排小巴的一條線 就要排兩個小時 那你如果要做好一個樞樓 你不跟運輸物樓局做好一些交通的配套 那只會令到遊客的體驗相當差 那我想問一下這裡你們有什麼計劃 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麻煩你 柳豪佳夫局 多謝主席、多謝議員 那我或者是提高揭令 作一點點回應 一會兒請越護處就是補充 即是那個具體那個回應 這樣就其實呢 在除了2017年那個顧問研究 其實我們也都就著 即是深化 即各方面是委併了顧問 再進行一些研究的 譬如好像升級露營地 就著那個樹頂歷旗等等 我們都是有譬如也都有就著 一些就是開放式博物館 會進行一些可行性研究的 而呢 至於北潭聰那個綠色旅遊書樓 我們其實在2020年3月 我們也都委併了顧問去做那個規劃研究 就著一些公共交通服務 和其他各方面 譬如那個佈局、管理計劃、營運模式 就是提出意見的 因應這些意見 其實如護處和旅遊、事務處 也都計劃會進行一個 詳細的交通影響評估的研究 就著那個交通和運輸設施的改善措施 我們是會在實施工作的時候 是考慮那些可行的方案的 那我請余護處那裏補充一下 就是其他方面 余護處,謝謝 主席 我想補充一下北潭聰那個旅遊書樓 我想議員其實都清楚的 那個使用量很高的 那一大的道路 剛才我副局長都佈充了 在我們去規劃那個樓樓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詳細的交通影響那個評估 還有就會看一看 有新的服務或者新的路線的時候 怎樣可以應付到那個負載和人樓 但是又不是等於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就停了手不做 其實我們都不斷和相關部門 包括運輸處 其實就說現在看看怎樣改善 現在那個交通那個配套措施 譬如說小巴、巴士那個班次問題 甚至乎一些道路上的設計 是不是可以改善到舒緩到現在的情況 那當然未來那個規劃 我們會很小心去處理那個交通流量問題 或者我請問葉博士補充那個山勁樓 的維修方面的工作 很簡單 葉博士非常非常矯 過去在疫情期間 我們發現很多人到來爬山 那給爬山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比較身熟的地方 他們都是集中在一個налkt 或者人多的地方 引致這些地方的山徑水土流失都加劇了 我們有兩方面在做功夫 第一是爛了的地方真的要去修補 包括修補水土流失 旁邊種植枚 甚至加一些圍欄、警告牌等等 我們覺得山徑收不完 其實最重要是令大家的意識改變 特別是城市人不知道山徑會走得爛 所以我們在近年推過手作報道 以及剛才所說的宣傳裏面 特別講解怎樣可以好一點的山徑 例如不要自己開路徑 怎樣令山徑可以用得久一點等等 這些方面我們現在都努力地做 謝謝 接著是朱國強議員 謝謝主席 首先很感謝局方在優化交易公園設施上 做了很多工作 是很值得讚賞的 我想提出兩點 第一回應剛剛的議題 香港的越野電單車的活動 對於交易公園和大自然環境 是有一定程度的破壞 在2021年 香港01都曾報道過 在雞公嶺的情況 發現 越野電單車的活動 將綠色的地帶 變成沙化的斜坡 水土流失是嚴重的 這些破壞也是需要以年計的時間才能復原 請問局方在這兩年做過什麼規管的行動呢 成效是怎樣呢 另一方面 山火同樣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很多山火都是因為油人 掉了一些煙頭所導致 但是交易公園這麼大 政府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去進行巡邏 執法 雖然法例是定明 除了燒烤和露營區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一律不准生火 但是是不是屬於禁煙區 很多公眾都不是很清晰 仍然有很多人在交易公園都是吸煙 增加了山火的機會 我想問政府有沒有 有關的法例方面 是會怎樣加強宣傳 以及規管和執法呢 謝謝 好 是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 或者我就著山火的問題作出回應 一會兒 或者請葉博士 就著單車的議題作出回應 其實我們很重視交易公園的山火問題 其實我們看過去的數據 在交易公園裡面發生威脅交易公園的山火數字 其實我們看2017年到2021年5年 其實是圍繞17至29宗左右 每年 這樣大家都知道 我們分幾部分的 第一就是在那個硬件那裡 其實我們在一些交易公園 有設過一些防火界的 就是說如果有山火的時候 就是它的防火界那裡 它是不可以擴展去下面 或者其他地方有個防火界 那也都有一些在適合的地方 有儲水光、遼望台這些措施 而我們也都會除草和修剪那些滋業 也都是有需要的時候 比如看貴的時候 就設置那些危險警告 那宣傳教育是重要的 就是正如大家都看到 譬如在春秋二濟 或者一些比較乾燥的時間 我們是會有新聞稿宣傳 各方面 那而如果交流人士 在交流公園 就是露營 就是為例 在指定地點以外 我們都會檢控的 而如果它隨意生火 也都會檢控的 那我們就是跟回第208A章 有時候會跟第第六章 而過去我們就著那個檢控數字 我們在2012年 設置11月30日 我們就是向余800名的涉嫌違規 就是露營或者生火人士 是採取了這個執法的行動 那如果我們再看長一點的時空 就是由2020年7月15日 直到那時候 我們已經是不讓 就是關了那些露營地點 直到今年的11月30日 就是這段比較長的時間 魚戶處就檢控了1,900宗 涉及違規露營和生火的個案 就是在交流公園違規露營和生火 或者就著單車那裏 我請葉博士補充一下 葉博士請簡短 好,謝謝 就著雞公嶺 在2020年的時候 雞公嶺有非常大的山火 亦當時有一些比較嚴重的 越野電單車的情況 引起公眾關注 因為當時水土流失的情況 都挺明顯的 在過往兩年 我們做了幾方面的工作 主要是三個方面 我可以簡單說一下 第一就是 越野電單車入郊野公園 一定是犯法的 所以在加強執法方面 我們做了一些功夫 包括和警方做過一些特別的執法行動 以及在一些上山的路徑 其實我們都安裝了一些閉路電視 希望有一個阻嚇力 這一方面 我們都看到 近年看到的成效 真的減少了 另一方面 已經是爛了的位置 已經是流失的位置 第一,我們會種植坯 第二,也透過在雞公嶺 將一些行山的路徑 現時我們用一些比較清晰的路標 指示了 令到行山人士 便會走回一些應該行的路 而不是四處去 便不會加強了水土流失的情況 整體來說 現在我們看看雞公嶺的植坯 其實都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主席,我想補充一句 上星期在雞公嶺的大羅天 又多了兩條電單車的沙尼路 很多市民都很生氣 而且覺得沒有網管 希望局方再加強執法 謝謝 好,接著是陳少鴻議員 多謝主席 首先,我是贊同支持當局 優化交易公園的設施 去提升市民在交易公園的體驗 但又不會影響了交易公園的環境 主席,剛剛對上一個議題 我們討論環保署將會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程序 當中,我樂見政府會將交易公園管理 以及保護有關的設施 例如設置廁所等的小型工程 修訂為屬於豁免的類別 我相信是有助漁護署 進行這個優化交易公園設施的工作 主席,我想問一下有兩個問題 第一,在政府文件顯示 而會處於2017年1月 委託顧問公司 就如何提升交易公園的 康樂及教育潛力進行研究 而當局在2019年已經完成公眾諮詢 在2020年4月徵詢立法會的意見 大家都普遍支持當局的建議 包括推行較大型的優化項目 例如升級露營地點、樹頂曆旗 以及開放式博物館 剛才局方都交代了 而在政府文件第19段裏 就說 漁護署在今年下半年 就這些較大型的優化項目 陸續展開可行性研究 主席,我特別關注的是 在交易公園進行大型的優化項目 如果做得不好 對交易公園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所以需要謹慎考慮 主席,在最初的顧問研究開始 到今天才進行較大型的優化項目 的可行性研究 前後足足五年 都仍在研究階段 剛才局方解釋慢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清楚 尤其是想局方交代一下 往後有甚麼計劃加快有關研究 第二條就是 隨著近年恆山活動的越來越受歡迎 疫情下有更多市民到家的公園行山 而會加劇了山勁的損耗 因而出現直批、退減和水土流失的現象 此外部分交易人士的不當活動 例如 私自開闢新路和展踏山勁兩旁的直批等等 對於山勁周邊的自然環境和直批 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想請問為何處除了加強以人手巡視和監察下交易公園的環境狀況 以及加強宣傳教育之外 如何利用創新科技包括具人工智能的無人機系統等 去加強監察甚至會即時提出警告 而且可以就住某區域的容量考慮 及時作出進入人數的限制 多謝主席 好 副部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的意見 多謝主席 我或者說說 就是由2017年到現在 雖然我們 其實就著2017年的顧問報告 當他在2020年 向議員交代進展 其實有大量的工作是同步進行的 譬如改善那些行山徑 改善那些洗手間 以及剛才也有說 譬如其他大型的設施 而就著那個歷期 升級露營地點 以及一些開放式的博物館 因為大家都明白 我們都要平衡 小心地跟進 正如剛才議員提到 因為交易公園 都是我們一些大自然 需要重視 不要影響他那個價值的設施 這些活動 怎樣可以 又可以讓市民看落 以及教育方面 就有些平衡 所以我們就要進行可行性研究 我們都會盡快 就著研究得到的結果 再去向議員匯報的進展 就著直批和執管方面 或者請葉博士補充一下 好 葉博士 謝謝 簡短 謝謝 剛才我聽到議員的建議 特別是就著我們直批 現在水土流失 這真是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在在地剛才也說過 我們真的用人手去做 還有我們覺得 加強教育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議員也提出了一個方向 給我們思考的 就是用一些新的科技 例如用一些實時的監測等等 我們會看到 是一個方向 不過因為郊野公園 現時有些網絡覆蓋的限制 當中我們會仔細使用 其中我們可以說的是 現在我們也嘗試用一些科技 去數一些不同的地點的人數 就是出入的人數 起碼令我們可以比較好一點 去掌握特定的位置 人們的出入的情況 謝謝 好 接著是劉業強議員 走開了 接著是謝偉傳議員 是 多謝主席 當然了 家具公園的福源這麼大 如何善用 在這方面 很多人都希望 尤其是 每年都有1200萬人去 在疫情之下 有一段時間更加厲害 在這方面增加多這些設施 當然支持 尤其是 尤其是 現在已經在2021年 以及2022年 主席都拿了 五億元 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都希望 可以在那方面 可以加快一些 令到 康瑞歇斯各方面得以提升 這方面 我也支持 我相信 局方都會 或者處方都不時 交易公園的使用 以及遊客方面 一些意見做一些分析 從而不需要等到這些顧問公司做一些研究 因為講研究 很多時候都需時 這方面有些事情可以即時改善 這方面我相信 處方都會做 包括剛才說 醫外 防火 山火 等等 另外我想問一下 在文件方面 第七、二十點 講 教育推廣 你不是有提到 在戶外學習計劃 出了十二套的教學資源 這十二套有兩個 你說現在推動 我也想知道 因為其實在這方面 是不是全部都已經做好了 編制了 只不過是怎樣 什麼時候用在學校方面 可以作為一個教學的資源 另外就是這些資料 或者這十二套 會不會公開其他人有興趣的 都可以取得到 關於戶外學習計劃 謝謝 我請葉博士 葉博士 謝謝 謝謝鄭偉銓議員的意見 戶外教育的教材套 其實主要應用就是在交易公園裡面 老師其實可以下載這些教材套之後 他們可以帶一些學生去做一些實驗等等 觀察 現時其實這個已經完成了兩套 包括在新凌潭 另外在大帽山 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河溪 一個是樹林 裡面有一些科學研究 有一些程意教學等等方面 所以現在另外那十項 我們現在正在發展中 教育大學的一些專家 亦都跟他們發展的過程中 亦都跟老師有很多溝通 亦都要給老師試一試用 去返回歸 所以現在我們現時 都在發展另外那十套 預計應該都做完了之後 也都會繼續放上我們的網頁 現時可以在我們的網頁下載到 那兩套已經完成了教材套 主席 我有一點想跟進一下 因為十二套 如果差不多兩年了 現在可以說是二零年十月的時候 那會不會真的要十年後 才完成這十套呢 是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呢 計劃是怎樣 可不可以盡快呢 是 主席 我盡快說一說 也感謝議員的關注 其實因為跟學校之間的溝通 在疫情期間真的受了影響 有部分的我們一些教材套 是做一些實踐的過程 是做不到因為停課的原因 隨著學校現在都現時都可以回學 我們期望都可以很快完成到 期望在明年內都盡量可以 大致上都完成到 好 謝謝 姚柏良議員 多謝主席 香港有非常好的條件 還有潛力去發展綠色旅遊 今天處方的文件裡面 優化交易公園的設施 這方面的配備材料 都是基於2017年的研究報告 其實在研究報告裡面 都開宗明義說清楚 那個是以一個保育為主 就是康樂教育為父 旅遊的元素是沒有的 這個2017年的報告 我也想問一下處方 即是在接下來 2019年就開始提出一個 不淡沖的綠色旅遊的書樓 這個書樓當然我們很期待 能夠盡快有進展 因為2020年的報告 到現在其實都已經兩年多了 那有沒有什麼具體的進展呢 或者處方和旅遊事務處 有沒有一個全面去再去研究策劃 整個香港旅遊 即是綠色旅遊的發展 一個整體的計劃 那這方面想了解一下處方 有沒有這方面的構思 還有在交通評估的方面來講 即是除了綠路之外 有沒有想一下會透過水路 去東壩那邊 即是有沒有地方是可以 即是東壩附近 有沒有地方可以能夠 即是上岸 然後可以走進去 可以走 即是現在綠路是非常之 非常之頭痛的問題 我明白 那另外來講 就住那個大嶼山的 岸平那個自然中心 那其實我最近 剛剛這個週末 都有上去看過的 那是翻身了 是整得非常之精緻 非常之靚 不過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其實它在岸平市集裡 其實很容易被淹沒了 那具體的功能 的宣傳推廣 暫時又未見到有太多 那很多時候未必被人發覺 那會不會考慮呢 在東壩 或者在一些合適的地方 做一個類似的中心 是對於整個南大嶼的 一些綠色自然 這方面的資源 或者在遠山境 這方面的推廣 那令到整個大嶼山的 旅遊的發展 可以能夠 就是更有更好的配套 謝謝 是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的意見 那其實呢 或者我都是 重點式 就是講一講 或者一會請葉博士 是補充 其實呢 魚戶處 和旅遊事務處 都有聯繫 的 就著 比如說 剛才你看到 網平自然中心 它都是一個 受歡迎的綠色 旅遊景點 那在文件裡面 我們都有提 就是 那些措施 就是 我們是魚戶處 和聯同 旅遊事務處 一起 有些措施 比如翻新工程 和 有一些開放式的設計 和互動的展品 去吸引 訪客 也可以借用一些服務 行山用品 還有 有導賞團 而不談衝 剛才也說了 我們也不重複 因為魚戶處 和旅遊事務處 都有聯絡 其實呢 在其他方面 我們也有 與旅遊事務處 聯繫 或者我們請 葉研博士 說一說 葉研博士 謝謝 簡短 正如剛才副局長所說 其實魚戶處 自從2018年開始 與旅遊事務處 已經有各方面 特別就著 綠色旅遊的發展 有個溝通 魚戶處 因為我們管理交易公園 就是在設施方面提供 而旅遊事務處 更大的程度上 就著政策的方向 如何能夠配合旅遊發展 去給予一個指引 所以這方面的合作 其實做得很好 舉一個例子 就是剛才說的 十條第一階段的行山徑 目的就是 可以推廣旅遊這方面 不過我想特別提出 因為過往兩年 旅遊方面 香港的停滯 好像交易公園的發展 主要是本地的客人 但也期望 當旅遊業回來的時候 其實現時的設施 都可以配合旅遊業的發展 至於長遠的策略性 特別東沖 或者大嶼山方面 怎麼可以做呢 我們都會將相關的意見 與旅遊事務處再討論 好 接著盧偉國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我的發言首先 都是表示支持 今次環境生態局所說 關於優化交易公園的設施 不過坦白說 這些優化都是小打小鬧 如何在保育大自然的同時 應許發揮社會功能 其實更加需要一個長遠和完整的政策 香港人很喜歡去北海道自駕遊 那裡有很多國家級和道級的森林公園 其實是有基建有道路可以去到的 否則根本就無從接觸大自然 對嗎 其中或者舉一個例子 村路濕原 這個濕原有幾大呢 二萬八千公頃那麼大 裡面有千多種動物 包括丹丁殼 主席 我想你一定很喜愛這些動物 它能夠讓市民和遊客 它能夠接觸大自然 它是有基建的 譬如它圍繞了濕原有功勞 有展望台 有博物館 甚至有些遊報道 推輪椅也可以有 也有其他方式 在那裡接觸村路濕原 利用獨木舟 甚至沒有有村路濕原的觀光列車 但是因為這些設施其實是點與線 就不會影響整個濕原大的面 我覺得對於這些基建 其實應該從那個角度去考慮才行 那麼千多濕原其實它發揮非常好的教育功能 當然也帶來很多旅遊方面的收入 但是對於無論是遊客或者是他們的市民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機會 還有還是科研的重點 所以今天我們說的問題 我覺得真的 特區政府要更加長遠 以及更加整體考慮 因為郊藝公園 其實很多地方 如果不是一個政策 有些方法保育的話 很多時候大自然都會將它劣化了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需要做 還有另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我們很深思 我們交易公園面積就真的很大 而我們發展的土地 又是局限了25% 連同交易公園一起 總共有75%的限制土地 在我們不夠地方住人 在我們各種經濟活動 也都是欠缺土地的話 究竟在這方面如何做好平衡 也都非常重要 當然這不是單是貴谷的考慮 這是香港整體的政策 政府要拿一個長遠的政策出來 主要是這些意見 主席 好 副部長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的意見 其實剛才議員說的意見是非常好的 就是保育和發展兩者之間 如何互相平衡 互相配合 還有剛才也引述了一些例子 給我們參考 我們會細心地研究和學習 而剛才提到交易公園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現在有24個交易公園 遲些紅花嶺 我們已經啟動了一個程序 希望設立第25個交易公園 其實大家看到 我們都有一些願景 譬如以紅花嶺那裡 一路跟深圳不同山的風景區 一路做一個跨境的生態走廊 而如果它結合我們濕地保育公園 米埔和浪源一帶 就會構成一個橫跨北部都會 就是由西至東的一個生態的生境系統 也都保護了我們重要的非鳥走廊 即是非鳥的浪道 變成其實我們都希望善用 即是我們這麼寶貴的自然 大自然的資源 交易公園 以及其他的濕地設施等等 在過程之中 我們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如何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好 接著是陳恆斌議員 是 多謝主席 關於今次這份優化工作 我當然是贊成的 因為現在交野的活動 是雨後春順的 尤其是在2000年之後 我們香港的郊外活動 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就住交野公園等等的優化 我覺得是需要的 而就住北潭聰的工作 那方面的發揮 我認為是可以進一步 但是現在北潭聰 尤其是在北潭聰的集口 那一帶的配套是完全不足的 如果你假日去到 或者是平日去到都好 你都會見到所有車位基本是爆滿 而這麼多年來 那一帶的車位從來沒有加過 如果我們是希望 在北潭聰再進一步推廣的時候 那一帶的車位是要求要進一步增加的 那希望局方可以和相關的部門去商討 另一方面我就想說一下 露營地點的問題 自從2000年之後 我們香港也是再一次冒起我們露營的狂熱 但是很可惜這麼多年來 我們在露營營地上面是增加得非常少 那在早前有幾個營地也是沒有了 譬如說荔枝莊、夏門灣、海下灣 這些營地就消失了 但是反而我們在疫情這三年裡面 之前我們見不到政府是應我們早前的要求是增加營地 即使你這次很大力推廣的全錦營地也好 你也是沒有加過露營的位置 只有三十幾個位置 然後你又找個預訂 現在如果你上網基本上是天天爆滿的 那如果是這麼受歡迎市民又這麼需要 郊野公園的地方又這麼大 為什麼我們不增加多些營地讓市民 是可以在郊野公園裡面露營 而過去也有很多衝突 就是因為營地不足而造成的 甚至乎有部分的旅客來香港露營 也都是被指同本地人爭位 而是令到大家的關係轉差的 所以政府有沒有吸取這些問題 而接下來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計劃去增加香港露營的營地 以及扶持一下露營和戶外體驗的這些行業發展呢 謝謝 好 副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意見 謝謝主席 其實就住那個露營的地點 我們也有看如何增加露營的地點 但是大家都明白我們要找到這些適合的地方去做營地 所以我們在一方面我們就將一些交遊地點或者燒烤場 它本身就已經有一定的條件 例如一些基本的配套設施 我們就是會看的 有潛質改造的 譬如好像元朗大堂 西貢的大網仔 還有大霧山的扶輪公園 這些康樂場地 其實我們也有看過 就是現在那些露營地點的 那麼它長期爆滿那些 可能是因為它交通很方便 所以你不是應該加位 是 主席 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給兩個建議給局方 第一個建議就是 希望局方你們盡快開展一個顧問研究報告 看看香港在交野公園裡面 哪些地方合適做營地的 這一方面希望你們盡快開展 第二個建議就是 有不同的營地 其實都是有些失修等等的情況 現在你是沒有辦法去好好的管理 會不會是外判給一些NGO團體 或者地區團體去幫你們去管理 這兩個建議 希望你們回去考慮一下 好 局長聽到了 我現在因為還有三位同事 我們延長會議20分鐘 好嗎 如果大家不反對 然後是何君堯議員 多謝主席 我就很支持 應該要把我們的交野公園 善用 謝偉傳議員 剛才都說 還有盧偉國議員都說 要怎樣發揮得到社會效益 這個這麼漂亮的 現在你說要搭第25個交野公園出來 我們在投資方面 有不足 或者是用家的角度 還未考慮周長 就可惜了 適直過去的三年 的確我們困在香港 擦踏到所有的草地都已經光了頭 證明了 本地旅遊是一個可行的事業 還有令我們更加喜愛我們自己的家 理解自己的家 也都是海外來說 很多人都想來香港參加這些綠色的旅遊 所以我覺得這個前提是對 我唯獨是有兩樣的提出來 第一就是現在我們建的第25個洪花嶺的交野公園 究竟我們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專家在2017年做過報告 跟你建廁所、太陽能、營地要撿些什麼 那些路要怎樣做好它 關愛共融的商殘要怎樣做 但是我看不到有一個叫Theme Park 我們可不可以直著 我第一點的建議 如果你要做紅花嶺的話 要做一個完善一點 在裡面就簡直是共融 是什麼呢? 電動車的路可以走得到 緊急事故的時候 電動的十字車都可以去到 平時還要照顧一些不一定的殘 是老弱 我也很想去 但是七十歲了 怎麼辦呢? 我行不到 又有些可以哥爾夫球車 這些類型的電動車 可以送達去到那裡看一個環境 這些是好的 整個環境裡的設計 那個專家 我未見過報告 雖然在4月2020日上來 但我還未看過報告 所以那個報告我也想看看 你給我看一條hyperlink 然後那些怎樣打造 是要有一個主題的交野公園出來 這個我很想見到 如果把你 這個第25個要做的時候做好一點 第二點呢? 民宿 除了營地之外 你可不可以開拓一些和NGO也好 或者是青年組織 給一些年輕人可以搞民宿 你給他一個標準 我行山 例如行麥里號trail 110 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不想放棄 那如果那裡有民宿的話 那又多好啊 其實這個是很好 是mini mini是甚麼? hotel 或者你可以是motel 將所有整條路裡面 改造好它 電動車都可以走 變成了 你成為一個真是很有自然美 和大自然結合得來 會很安全 這兩點我提議給你 令我們香港這個交易公園 是真的不要只是被人批評 我們很多地方還未發展 那你要的確又撿靚仔少少 變成我們平時可以去到 一扯這條根 我會到得到的地方 但如果不是我就會 是氣喘的 去那裡去不到 還有 為何沒有車牆 去到那個公園門樓 譬如北潭聰 它挺好的油 但已經outdated capacity不夠 你要發展一個多層式 或者地下的甚麼都好 你要就著香港環境 去到那裡 那些車全部泊在外面 然後trail walk也好 或者電動車轉乘也好 但是那部車 你要跟它做好它 所以這些 它的accessibility 是很重要 我提這幾點 看看你們怎樣回應 好 副局長 或者我回應 關於一些民宿方面 就著剛才紅花嶺 或者我請嚴博士 可以補充 因為其實現在在交野公園裡 都有一些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營地 譬如香港青年女社協會 百保利堂 赤政青年女社 但是譬如如果有些 其實在交野公園裡面 很多都是政府土地 當然都有1%左右 就是460公頃的私人土地 如果他們要發展民宿 其實它要跟回所有相關的香港法例 譬如規劃那些 除非它要許可的用途 或者如果它是Column 2那些 即是第二欄那些 它需要申請規劃許可 而地證呢 它都要看回地證那個地契條款 因為如果它有構築物 可能都要跟地證總署那裡申請 而就著旅館業條例 因為民政事務處總署那些 就著第1349章 其實它都有一些要求 才可以辦一些賓館 涉及牌照 所以其實在那個過程之中 他們都要有些規規條條 如果它符合到 才可以發展民宿 或者我請葉宁博士 就著紅花嶺 剛才是議員的回應一下 葉宁博士簡短 好 紅花嶺我們剛剛啟動了法定的程序 現時還有一些時間 在做一些規劃的工作 近年來很多人對交易公園的設施 都有很多期望 希望有些不同的設施 例如剛才何議員所說的各種設施 但另一方面 也有些人對交易公園的設施 提供了一些疑慮 因為不應該有那麼多設施 因為會破壞大自然等等 所以我們在設施一些新設施 其實是要因地制宜 就著那個地方的特定環境 去做一些設施 以紅花嶺來說 現時有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是改善它的遠足路徑的網絡 因為現時的行山路狀況會很差 而且是行不通的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會好好利用 在連環坑的礦棟 那是一個礦業的遺跡 希望在那裡建立一個開放式的博物館 可以提供文化、歷史和自然方面的景點 這幾方面我們會繼續發展 也會考慮剛才何議員所說的不同的配套 看看如何令整個體驗豐富一點 接著是何俊賢議員 多謝主席 我不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但是見到郊野公園 我一定要過來說兩句 也要多謝局方 在前陣子幫我們一些漁民代表 漁民墳場做好一條路 不過為何跟郊野公園有關 就是我今天要來講 希望你能夠在郊野公園做任何設施的時候 那個諮詢能夠強一點、闊一點、深一點 為何我要講到漁民墳場的問題呢 因為很多舊的壯地等等 都在郊野公園裏面 但是當政府做一些設施 那些諮詢不足的話 就會出現藍大魚的事件 十年前左右 我們整條越野單車徑在煤窩附近 誰知道裡面其實就有一個漁民墳場的壯地在那裡 那時候出現了什麼呢 就突然間我們搬附材上去的時候 就有些越野單車中間賊 那其實就相對比較危險的 那這件事經過了六年的過程 前兩個星期政府就通過漁護署、民政、CDD、土務工程署等等 還有南大魚的辦公室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他們合作都幫忙去優化那條路 但是都經過了很大的過程和人力物力 而且我也要再特別提一提 有時候政府推一項項目在郊野裡面 就會特別撥款OK的 但是問題就是有些舊有的設施 那天去墳場那裡 那條路 他說從小時候二十歲都走到現在七十歲了 其實那條路的斜度是六十度的 那麼斜的 那些梯級呢 那麼高的 那麼你說那六七十歲的老婆怎麼走上去 她要送先人走 那麼所以呢 如果你在一個區域做一個項目的時候 是不能統合在一個區域一併優化 就不用去排其他的隊 通常都很難排得到我們的漁民墳場 那麼這部分呢 是我給你的意見 另外呢 你也要在舊有的設施裡面 去看看有沒有一些舊有的歷史矛盾在那裡 我不想再出現南大魚的問題 但是最後我也要再多謝 多謝政府在煤窩那個 那個月雨單車徑能夠做到優化 方便到一些漁民可以上去漁民墳的 那麼希望呢 這個教訓我們今天要吸收 多謝主席 好 副局長 要沒有回應 好 很快回應 多謝議員的意見 那個問題呢 現在都解決了 而其實呢 就著近年 譬如我們新的紅花徑那些 其實我們就是了解 我們需要了解 這個持份者 要關注的 所以我們在那個 譬如那些殯葬區 我們都跟鄉市委員會 和阿朱川代表 保持很緊密的聯繫 就著立入不立入 就是都聽他們的意見 還有呢 正如剛才葉博士這樣說 因為現在我們看獻 其實我們都會聽 就是接到公眾的意見 那麼我們呢 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就會看一下 怎樣解決的 日後呢 其實我們如果上去 行政會議那裡 審批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 就是有所回應的 我補出一句 就是 你那些文件呢 有時候是冷冰冰的 有時候那個藏區 其實就不是在你的設施 裡面的 但是問題是 我要走去那個藏區 是經過你的設施的 那麼變相 就剛才 有時候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好意頭 我拿了負財 就出現 十幾艘很危險 高速的單車經過 這些問題呢 很可能就是 可能我們的 諮詢的朋友呢 未必夠經驗 或者是沒有這個經歷 那麼變相呢 我希望在未來 經過這次的事件 諮詢的闊度 能夠做深一點 甚至可以去問問 我們立法會的一些 界別的議員 或者當區的議員 看看他們是否可以 幫忙做一些資訊 好嗎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最後是我的時間了 第一 我當然非常支持 偶化交野公園的設施 事實香港 是一個大都會 但是我們有75%的土地 在交野公園 保育得這麼好 是我們香港人 很自豪的地方 疫情期間 多了很多很多很多 香港市民 就愛上了去行山 當然也帶來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怎樣去 執法去保護 我們家裡的公園 怎樣可以做很多的配套設施 讓我們行山的朋友 方便有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考量的 可能早前2017年的報告 其實沒有遇到有這麼多人會行山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上一屆立法會 已經不斷說 就是發展綠色旅遊 而綠色旅遊 也都是放在旅遊發展局的 都是要推廣 近年我們都知道 很多很多外地的人 有興趣來香港 無論是旅行 或者生活 甚至工作 其中的考慮 都是覺得香港原來 除了飲食 和購物之外 其實原來 30分鐘之內 就可以由城市中心 去到交野公園 然後去享受 我們有這麼好的山山水水 其實真的是香港 一個很大的優勢 尤其現在我們說 要搶企業、搶人才 我們更加 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賣點 但是在你們的報告 或者研究裡面 似乎真的沒有考慮到 交野公園的保育和發展綠色旅遊方面 整體的配套應該如何協作 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如果我們一方面 多了香港市民遊去行山 但是我們一直都宣傳希望多些遊客來享受 但原來我們的配套又不足 很多地方仍然沒有足夠的水機 沒有足夠的廁所 尤其是假日沒有足夠的交通配套 這個問題已經出了很多年了 現在疫情期間更加嚴峻 如果我們接下來疫情過後 我們真的多了遊客來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個配套設施 其實是趕的 即是急的 是應該要盡量提效去做 才可以滿足到 我們本地市民和旅客來的要求 另一方面 其實執法也重要 所以我們剛才有議員提出 非常好 怎樣善用科技 是嗎? 陳時雄議員也提出 怎樣善用科技 就是在監察 甚至考慮 你們數到人數 便自然可以考慮限制人數 如果不是 接下來便會踩倒 你交易公園 另一方面 真的很多市民喜歡露營 在營地方面 儘快去做好維修 保養 然後擴展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希望你們在走緊的時間 在疫情過後 我們會面對另一個行山的高峰期 是嗎? 另外行山的意外 亦令人擔心 看回那個數字 其實每一次 如果要做救援的話 出動直升機 費用每一個直升機 超過二萬元 2020年已經去過八百八十五 價次 就是圍上來差不多千百萬 用在這個救援上 當然我們是要救市民 但是 怎樣可以令他們更加明白 哪些行山徑 是不適宜某一些 或者是初學 或者是初行人士去走 我覺得這個宣傳教育推廣 其實還未做得夠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適宜走什麼 我看到很多其他地方 都會把行山的途徑分為等級 就像滑雪一樣 分不同的等級 就是紅藍綠 讓大家知道自己適宜走哪一種路線 亦說得很清楚 難度有多高 以及要走多久才能走得完 我覺得如果這些資訊 都可以放在網上 每一條路徑都分了等級 又有時間 我知道有些有的 但好像不是全部有 而且就算有也好 也不是每個市民行山之前會去看 所以我覺得你們都要再進一步去推廣 最後我也想呼應一下 盧偉國議員剛才提出的 關於平衡保育和發展這個問題 知道你就會想著 紅花嶺成為第25個郊野公園 我很支持有值得保育的地方 我們需要保育的地方 我們加大成為郊野公園 我是十分支持 但另一方面 我們事實也真的有些地方 當年畫了郊野公園的時候 是很郊野的 但現在可能在大馬路旁邊 跟民居非常貼近 例如我們經常說 大嵐隧道口 隔壁就是郊野公園 但已經沒有生態價值 也沒有特別保育價值的地方 既然你可以增加郊野公園 是不是有些已經瘋了馬路 保育價值非常低的地方 亦可以釋放出來 去解決我們現在面對的房屋的需求 以及其他配套設施的需求問題 我知道我今天這樣說 又會有人標籤我 說郊野公園你也敢動 但我其實不是想 拿值得珍貴我們要保育的土地出來 去做發展 但事實真的有些地方 你們都應該要檢視一下 是否今天 經過幾十年之後 以今日的標準 是否仍然說他做郊野公園 如果那些地方 已經沒有這個保育價值 其實是否郊野公園只能加 不能減 我覺得這是整體 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你們做一個 整體的研究 即是我們現在郊野公園的情況 因為 時而世而 幾十年前去沙田也去旅行 今天的沙田不是去旅行 已經不是郊區 所以沙田是一個市中心的地方 所以 隨著時間過去 有些地方我們應該增加保育 有些地方可以越來發展 你們應該做一個總體檢視 尤其是我們香港土地資源 如此珍貴 我們應該集中我們的資源 去保育一些極需要保育的地方 這是我的看法 副局長有沒有回應 好的 我很簡單的回應 就著第一點 就是綠色旅遊 我們都聽到 主席和議員的意見 我們回去會和民體旅局 和漁護處 就會和旅遊事務處 繼續深化我們的合作 就著硬件 配套設施 和剛才說的宣傳 怎樣可以做到 又可以配合綠色旅遊 又可以讓本地市民享用 就著剛才主席和議員提到 就是那些數據 就是因為增加了 幾年疫情增加了行山 那些預險的數字 就有增加了 我們明白的 其實我們都有 一些資訊牌 就是那些難度評級 但是正如主席這麼說 我們有空間 是可以做多些的 譬如深化它 是上網 還有多些地點 都涵蓋 那些我們回去 就是聽了意見 我們會看的 另外就是主席提出 就是平衡 就是保育和發展 就是各方面 我們都聽到大家的聲音 就是對於 譬如他看回那個地方 相對價值 譬如你說是大自然 和他保育的價值 和那個發展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在那些邊垂 就是一些比較 已經是 不再是交易公園的狀況 那些 就是其實 就是 檢視 就是那個 有沒有檢視的空間 我們聽到大家的意見 那在日後 就是我們再看看 在政府內部 怎樣跟進 謝謝主席 好 那就 多謝局長的回應 希望可以去跟進 接著 下一個議程 就是其他事項 今天的會議 是我們事務委員會 今個會期的最後一次例會 多謝各位委員 過去一年的支持 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也感謝政府當局代表 出席我們的會議 以及秘書處的協助 我們今屆會期 我也覺得挺豐盛 也討論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希望下一屆 就是下一年 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如果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 我就宣佈社會 多謝大家